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三堂课 把前面的那个 三论中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轨迹 的一个重点 做一个 一个玄坛的介绍 应该是可以告一个段落 今天开始我们要从印度的 中关的这些组织开始讲起 所以今天可能会用到 一本是我们上课所用的课本 这本三论中通论 韩庭杰 因为它本身这里面文章 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 但是基本上面它的因为我们后来印的那本那个中国三论中通论它讲中国三论中的历史介绍 所以对印度的祖师介绍比较没有介绍所以我们用可能要用今天要用这个地方去取代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重点呢 就是说除了初期中关还有中期跟后期中关 我有用到一本书 但这本书我在之前有介绍给各位 但是因为这个人可能有兴趣的再去买 文经出版社的 叫龙树的中期跟后期的中关学 在上一次的参考资料里面的第二个参考资料 哲学类 龙树的后期的中关学 是一个日本的学者叫做伟山雄一 他是后期中关学者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者 那他做的书就是他用现代的一些近代的一些方式去 疏解龙树的学说空观跟那个中期后期的一些思想 那没有关系 因为这方面来讲的话没有书也没关系 我们会在这个讲义上面 不是讲义上面 我们会在那个口头上面 或这个我们投影片上面做个做一个概率型的介绍 那我想说这次我们讲说印度的祖师 就是印度的中关学 我们大概分几个部分 一个是第一个是印度中关派祖师的传承和住宿 这是我们是用三轮中通论这本书 就是祖师的这个这个一个传述为主 那第二部分 龙树学的渊源和阿含经跟般若经的关系 我们就谈到这个 因为龙树是创立整个中关的一个组 中关的最重到一个祖师 所以我们会把他的思想渊源 稍微做一个交代 那第三部分 中期中关和唯士的关系 就到了西元五六世纪开始 唯士学兴起了 那这个中期的中关 这个佛护跟那个清辩论师 也在那个时候同时兴起 那在那个时候他等于说是复兴原来的龙树跟提婆的中关 但是这个时候他要跟唯士学家做一些辩论跟抗争 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用到一些唯士的一些英明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种辩论的方法 在这个时期就非常的精彩 那所谓的中关学也就是在中期中关这些大师们成立的 而不是在初期农术并没有要所谓建立所谓的中关学的这个想法 而是因为中期的这个 因为跟文师的抗争 这个中关学才确立了他的一个发展一个方向 那第四个方面来讲的话 后期中关派 那这个就是差不多快到 差不多七年八九世纪的 七八世纪的 八九世纪的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跟西藏跟印度中间已经有所谓产生关联 所以他几个重要的组织都有到西藏去 都有到西藏去传法 而且跟中国的禅宗作为一场很精彩的辩论 那这份我们会做一个交代 那最后最后呢 对于近代中关学的研究 就是我们在上次有提到19世纪以后 西方的西方的学者开始进入了印度的这个哲学跟佛学的研究的领域 那开始呢 他们是研究印度的哲学 后来发觉就是说 整个重点转移到农术学 也就是中关学的这个方向 那这方面来讲 其实著作非常的多 而且是我们最陌生的 像这本伟山雄一的这个日本人的著作 他就属于在这个时期的一个近代的一个学者 他说利用了一些方法学 利用一些这个逻辑跟方法学 然后去批判整个农术的整个思想的一个史观 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个交代 那下一次的开 以后讲完这个印度的这些祖师跟这个近代的中关发展之后呢 回到中国的话 我们就后面都全部都是讲中国部分的 大概情况 讲授的这个内容大概是这样子 那印度中关派的祖师 我们刚刚讲说 第一个祖师原由盖所 我们用这本书 那我这边底下画了一个图 代表前期中关 中期中关 后期中关的一个代表者 当然不是全部了 但是最主要的 比如说前期中关的龙树传提婆 那他另外一个地址是龙智 那龙智发展下来呢 是后面的中期中关 清变跟佛库是应该从龙智这边 到申父下来的 那前面的那个提佛罗侯罗 那是中国祖师的一个法脉 也就是说罗侯罗 据说好像 好像吉障大师 还是哪一位大师 我忘了 他曾经提过 就是他有做中论的一个书解跟翻译 但是这个已经找不到 然后清目 清目我们就是目前最熟悉的 这个中论的这个长行的作者 就是那个试卷中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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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他做长行的 然后下面就是传到中国的罗氏法师 OK这个是法脉但是这样子过来的 那中期中关呢 就是我刚刚讲说龙智下来 这中间可能不完全是正确了 因为印度的祖师本来跟就是比较模糊 他们对这个概念也不是很清楚 那大概基本上是龙智 这边传到申父 申父 然后申父他有两个最重要的地址 一个是佛户跟清变 那中间就产生了一个清变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说 他比较他就用到唯士学的 英明的这个概念去立论 那佛户跟岳称呢 岳称是佛户的弟子 那这两个人呢 他就是站在所谓随应破派 就是他站在这个不立 他不立中的 他就不立主子的 他就是用破法跟龙树一样 这个跟清变的 跟清变这个 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之间 跟佛户岳称中间 有产生过争论 那同时这两者呢 也跟唯士学家 也产生过一些辩论 这个中间就是 我想说最精神 还是在终极的中关的时候 那清变后来再传到至光 这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说 华原的祖师 法杖大师他有曾经讲过 这个因为他是 接受日照 日照三藏 就是他当初到唐朝的时候 传那个华原经 他补了一些 失传的华原的一些 一些遗本 那同时这个法杖大师就问他说 这个在这个西天 也就是在印度 他们的叛教的一种行刑 他就讲说 就说有两个 一个是唯士的 一个是 一个是 智光就是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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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中 中论的一个学者 两个人他们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叛教的一种方式 这等一下我们都会提到 那智光然后传到 诗子光 诗子光就跟玄奘 有玄奘到印度去求法的时候 有跟他做过辩论 据说 诗子光好像变书了 好像是变书了 那诗子光在 下面的传的就是日照 然后再传到 华原的那个祖师 法杖大师 大概这个脉络是这样子过来的 后期中官 从 集户 莲花界这两个人 就是一起 这个藏王请他们到西藏去传法 这个集户跟莲花界 那 那莲花界是集户的地址 那莲花界最有名的呢 就是跟中国的禅宗的 应该是神秀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那个神会的 神会的那个 那个后传的地址 住在那个 商业寺 就是西藏的商业寺 做过一场辩论 就是说那个时候藏王要取 到底是我要用 禅宗呢 还是要用 用这个 用印度的 用中国的禅宗呢 还是用用印度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中 中官的这个学者 结果是好像是禅宗变输了 但这上面有不同的不同的说法 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 那莲花界 狮子协人 这后面 我们在该有的介绍的话 我们会去做介绍 那我们先从印度主持的源流的概论 我们用三论中通论这本书 我们打开那个 第一张 第一张三论中的传承体系的第一节印度主持 如果没有的话那边那个书可以先拿一下 没有带来的话 那三论中因中论十二门论百论 龙树柱中论十二门论 那提婆柱百论立名而得名 因为该中主张诸法信空 所以三论中又称为空中 那因为该中主张诸法无相 所以三论中又称为无相中 无相大胜中 因为该中主张中道中官 所以三论中又称为中官中 这我们在前一节 前一次在谈到这个 这本书的序论的时候 也提到就是他有很多的名称 因为该中主张一切无所得 所以这个是般若的思想 般若的空嘛 毕竟空嘛 所以主张一切无所得 所以三论中又称为无所得正官中 所以可以看到跟上一次的那个序论 他的可能这个东西有互相的参照 因为该中主张破除一切法相 所以三论中又称为破相中 因为该中以般若经为本经 所以三论中称为般若经 因为该中尊龙树为祖师 所以三论中又称为龙树中 因为该中提婆为二祖 所以三论中也称为提婆中 因为该中创始人 吉障称为家祥 所以三论中又称为家祥中 这我们在上面已经交代过了 那三论中的初祖当然是龙树 那龙树的 又叫做龙圣龙猛 像这个玄障翻译就叫做龙猛 那个罗子翻译龙树 那它的历史传说 各位看后面这些 它其实是从 旧默罗子翻译的龙树菩萨传 这个大部分它记载的 就是它记载的一些故事 大概从这边出来 很大部分是从这地方出来 比如说它早期到 早期它那个少年的时候 它学了一些隐身术 到皇宫里面 跟那个三个朋友到皇宫里面 然后去调这个跟 这个皇宫的女人发生的关系 那然后呢 因为国王找不到他们人 然后就找士兵 就说有这个外道意识 在这边做法 所以后来把他三个朋友 全部杀掉了 那只剩下他 后来开始就发分 去学这个 学这个佛学 佛法 那从小圣也学过 大圣也学过 我们知道他的整个 大概的过程来讲的话 他原来是南印度的人 因为这个东西 我不会按照上面讲 因为他最近有很多 是神奇性的地方 我也不会做太多的介绍 各位这个书上 可以自己去读就好了 他是南印度的人 然后他在北印度出家 所以他其实他的 他所学的东西 非常的博雜 那南印度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是分别说部 跟大仲部 都流传到南印度 所以大圣佛法 是兴起在南印 这个 说一些也不在北方 所以那个 基本上面的一些 一些原始的 这个布派佛教 就是跟那个小圣的思想 是在北方 那他开始 他也到北方去出家 但是他把这个大圣的思想 包含波瑞的思想 包含可能是阿含金 经过他的解释 整个变成了一个 他认为的一个 一个中观 一个新的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像农树这个人 我们看他的历史 他整个历史 非常神奇性 比如说人家讲说 他 他到这个农王 农宫里面去取经 那然后 华岩经就说 他有大本华岩 中本华岩 这个小本华岩 小本华岩是十万纪 他就把小本华岩带出来 那我们现在读到的是 略本华岩 因为这个又经过他的删减 那秘宗呢 就是说 他说这个农树主持 开南天铁塔 然后把秘葬 从他那边学到 所以其实 中国称为农树 八宗的主持 那这些传说 可能都有关系 但是因为我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去考虑 我们也 很多都是神话的传说 我们也没办法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从他的一般 一般这样 从传说中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是一个比较创新 跟有反叛性 比较 比较 个性比较强烈的人 所以他不是一个 陈席上面的 陈席这个前一代 交给他的一些东西 他是开创性的一个主持 比如说他从小呢 他也就是四费陀金 他从小就会背 所以他也是非常厉害 对婆婆们们教的东西 都非常熟悉 那我想他那个时候 在北方对那些小胜诸部的 那个学说也非常熟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中论里面 他其实主要就是在破 有部的一些思想 跟进部的一些思想 他这个 他这个 从这个 他写的东西 跟他的这个故事 掺着去看 我们去摸索 那龙树大概是怎么样一个人 那我没办法去确定 因为中间 因为这个 罗斯的这个 龙树菩萨传 里面太多神奇的故事 就变成 隐没了他本身的那个 原来应该属于他的个性 就比较不太清楚 这个大概是龙树的一个情况 那 龙树呢 他晚年听说 他是后来到南 回南印度嘛 那个是 南印度是安安达罗王朝 然后北印度那个是 就是肉质国建立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 就是说 他跟南 跟那个安达罗王朝的这个国王 也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有一本 他有一篇跟这个国王写的书信 都有流传下来 那个 然后呢 他最后 怎么死的呢 听说他是 他得了一种妙药 得了一种妙药可以 数百年不死 结果那个 国王 国王的儿子 要继承王位 没有办法 一直没有办法继承王位 那对龙树怀恨在心 这个后来龙树问 龙树法术也很高 他也没有办法 对他没什么办法 那后来这个 这个 他的那个儿子就跟他讲说 建议他会 叫他最好死掉 最希望什么东西 最希望他死掉 所以他拿一个稻草把自己割死了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我不晓得是不是 真人是这样的情况 那龙树在晚年他传给了提婆 提婆你看他这个也是一个蛮 蛮富有争议性的人 你看他 他开始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 那应该是大字在天吧 把那个佛像给毁坏掉 然后他把自己眼睛也挖掉一只 然后他平破当时的印度的一些外道 平破一些印度外道 到最后死的时候呢 他也是因为破了人家外道 那外道的弟子呢 就用利刃刺死了他 然后死了之前呢 他就跟那个弟子讲说 你赶快逃走 不然我的弟子会杀你 就是说他原谅了他 就是他这个东西 他这个人也是一个蛮 蛮有传奇性的 那这个大概是初祖跟二祖 那这个提婆跟龙树两个 就创立了中论的一个 整个的系统 就从他们两个人在手上发展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再讲一下 就是说龙树到底有哪些著作 在第四页 第四页 龙树的著作其实很多 据说《我国大藏经》 所有一百多部 但是经学者们有很多都是伪作的 托这个龙树的名 实际龙树著作只有十三部 第一个就是中论的试卷 这邀请 这就是青木的长行 那个我们平常读到的这个读本 邀请旧默罗斯翻译的 那十二门论 一卷 那十二门论就是中论的一个 一个龙缩的一个 一个龙缩本 就是关于比如说殷中有果 殷中无果 空门 类似这样这样 就是十二个门去论议它 论议这个中论的思想 等于说思想的核心的一个精华 那第三个回真论 这个回真论是在原位 也就是在北位 毗木智仙 溢于新河三年 北位 那这本书比这个比较大家没有去读 那其实这本也蛮重要的 我认为龙树的著作里面除了中论外 这个东西其实是蛮重要的 但它翻译不是很好 因为回真论 它就是把当时的 所谓的正理学派 印度所谓六派 六派哲学 正理学派 正理学派它倡导的就是说 就倡导的所谓倡导的就是说 用限量 比量 圣言量跟碧玉量 作为就是 就是一个利润的一个基础 但是龙树就等于说非常理性 就按照我们现在来讲 是所谓的理性主义者 那龙树就把他的思想就破掉 就是那本这个回真论里面 就是在破这些东西 就是他的思想 他并不是一个标标准的 也就是你按照认为很合理的东西 他认为这东西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中间来讲的话 就是有这个性 就是有这个信有的存在的这种 就是因为他要破信空 就站在信空立场来讲的话 就是你会有 你有这种利润来讲的话 你这种立场来讲的话 你本身就会站在那个立场 你就会有所得 就是你会站在立场 去平破别的东西 你就 因为他本身就是说不希望建立 是一个固有的一个基本上面的立场 基本上面的一个思想 就思想他应该是一个开放的 不应该建立一个固定模式的 所以他正理论就破了他这个东西 所以回真论 据说西藏也有翻译 那后来外国的学者把它翻译成英文 有些人就把英文再去核对 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的回真论 再翻过来再解释 所以这个东西很很奇妙的 所以其实我们以前人的翻译 有些 有些翻译不是很好 那也没有人去读他 但是事实上是很精彩 没有人 但是很可惜 现在也没有人去处理他 可能要重新再 我们讲说重新再解译或怎样 七十空心论 六十宋如理论 七十空心论这个应该是在 只有藏文本 那后来法尊法师就要翻译成汉文 又是如理论这个东西在宋朝 这宋是赵宋 这个是南宋北宋的那个宋朝 不是南北朝的那个宋 宋朝的师户 那已经翻译得非常晚了 在西元一千年左右 翻译的 也翻译一零零七年翻译的 那后面广破经广破论 这个藏义本 这有藏义本 大制度论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邀请宋摩洛师翻译的 那石柱匹波沙论也是流失翻译的 大神二十宋论 这个也是宋朝师户 宋朝师户他翻译的 因缘 心论 心论 世纵 这个汉义跟藏义都有 菩提之良论 这个隋朝的达摩奇多 一于大业五年 宝行 王政论 现存汉 藏汉三个版本 汉义由 真帝翻译 这个就是 成朝 就是南朝的这个真帝翻译的 龙树菩萨 劝戒王宋 这就是给这个就是唐义静 就是他跟那个皇帝写的姓 义静 唐义静的翻译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顺便看一下 大藏经 我们这个 他不是放在一个地方 一般大藏经 你看我们看他的中官部 中官部 中官部 前面的中官部 还有一个三论中 中官部就是主要 这些翻译的 翻译的一些著作 那三论中呢 就里面包含 三论悬议 大晟悬议 吉障的学说 都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看 中官部的 你看中论 中论 这是我们讲轻木的中论 大家比对一下 因为我们大家熟悉 各位 如果回去 翻开这个 BCβ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看 去阅读一下 这里面有些东西 我觉得你要接触第一手资料 你还是要从古文开始下去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从后人去阅读 你会产生很多的一些误解跟骗差 中论的 比如像中论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都是用后人的解释 其实轻木的解释 我看很少人 从头到尾看一遍 它跟应生法师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有些地方还是蛮精彩的 各位可以去注意一下 第二个顺中论 顺中论呢 顺中论这本也非常有名 顺中论 顺中论呢 你看它是吴卓菩萨翻译的 吴卓菩萨的解释 它底面你看不生已不灭 不断已不长 这个东西就是中论的前面第一首颂 他其实也是在解释荣述的中论 完全一样 只是他有带有为氏的思想 他是 你看吴卓菩萨是 是为氏的 最高的一个主持 他也在解释这本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并没有排斥中论的思想 然后 他这只有两卷 所以他不全 但是各位有时候 访解翻译翻翻看 波尔登论 这个就非常有名了 波尔登论 是唐朝 唐朝的时候 波头婆 利多罗翻译的 在中 在应该是唐 唐太宗 还是唐 应该在唐太宗 还是唐玄宗的时候 那这个 他这里面 龙树菩萨 你看他这里也是一样 他也是解释中论的 你看有十五卷 他里面是 叫做分别名菩萨 是 后来人家用西藏的 有这本 然后去对应的时候 就这个是轻辩 他就是轻辩 就是轻辩 轻辩菩萨 他的注实 他也是在解释 你看 不灭于不起 不断于不偿 非一 非一种种 你看这个东西 只是有的时候 翻译会不一样 但是主要你要看 他这个是 他是解释会跟 跟这个 传统中论学者 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就解释蛮多的 有十五卷 二七品 二七品 他这个是蛮全的 然后下面我们一看 大圣中观世论 是安慧菩萨 安慧菩萨造的 这也是维世的学者 那在什么时候翻译的呢 这个是在宋朝 北宋海南宋 不太清楚 应该是 你看他也是不生以不灭 不断于不偿 都是一样 他就是在解释中论的 也是中期为世的学者 OK 这可以 但是这个翻译 据说是不是很完整 这个翻译不是很完整 而且到宋朝的翻译的时候 已经没有像唐朝 那么精确 所以这个也是 没有人在读它 其实都放 躺在这个大章经里面 这个有两个人翻译 这个也是你看 法户 刚刚是两个不同的人翻译 中观论书 这个就是我们的吉障大师 他的非常的丰富 但是他里面杂七杂八 谈了很多南北朝的一些 佛教的一些 不同的人的一些观点 比如说二帝 我们就讲说 他是学很庞杂 但是他比较没有 太专到一个 怎么讲 就是他会把地史上面的 很多周边的这些情况 跟氛围去做一些交代 那不像其他的人 解释这东西 大概针对这本经典去做解释 集上的东西 他 这个各位去看了 就会知道 他有的时候 又是谈印度主持 又是谈中国的一些 不同的中派解释 他都会讲 每一个哪一个诚实诗 讲什么东西 他都会把他讲出来 然后再去批判 他就是大概是这种 这种的写法 所以这本书 也不是不好读 但是这个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就是中观论书 这是中论 在 那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回真论在哪里呢 回真论在这个地方 他是放在论极部的部类 他不是放在中论的这部分 他放在论 对 他是放在不同的地方 你看这龙叔福山目自信 若一切无体 语言是一切 言语自无体 何能遮鼻体 这个各位可以去看 非常精彩 后面前面是记 后面就开始做 做一句一句的 记得去解释 如果 能够看 能够 我们保证是 大概不可能是完全看得懂 但是 你如果花心力去看 就是你再反复去看 你会了解它其中一个意思 有些比现代人解释 来得好 我是个人是这样认为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它并不是放在 一个部级里面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前面讲说中论 我们再回过头来 中论 这部来完了 我们再看十二门论 中官部 中官部 我们看十二门论 十二门论第一个就是 罗斯法师的 罗斯法 罗斯法师的翻译 这个东西 我们去对照 我们读的十二门论 现在也很少人用 好像很少人用 它的这个翻译本去解释 好像都比较用现代的 现代后来的人 尤其一些 中国大陆学者 很多人在读十二门论 那十二门论书 这是水朝 大业年间 这就是极藏的 OK 就是极藏的 所以极藏他把那三个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他都经过著书过 他都经过著书 实际上蛮完整的 而且是蛮庞大的 各位去看他 那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特别要是十二门论 十二门论宗志一记 这个谁呢 这是华元宗的祖师 法杖大师 京西太原大原寺 沙门寺法杖书 就你看他 华元宗的这个祖师 创立华元宗的祖师 他在解释十二门书的 他有上下两卷 解释十二门论的 他自己从他的这个 每个不同的门去 发书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 额外的一些思想 扩大解释 所以这份来讲 也是蛮精彩的 百论 像一个百论 百论的提佛的百论 前面呢当也是 纠摩罗斯的 你看他百论 这三个论里面 就是深造他作书 前面两个都是 森瑞 他大弟子做那个 做序 但是森瑞做序的 这三部大部头的著作 只有森瑞 就是做百论的一个序 但是那个百论翻译 在中国都不完整 最完整的是在西藏 我们讲说 这个四百论 应该是中观四百论 在中国百论呢 看我们看看他前面有讲 这个地方可能字太 这个也没 这个怎么放大 这个不会放大 他这里面有提到 我看看 你看 这个最后面 论凡二十品 各得五计 比较百论 后十品 后面十品 其人认为无异于 中土 所以切而不传 OK 所以他中间是有少到一半的 你看他的目录 我们就知道嘛 我们以前读过四百论的时候 他分成一个 好像是 一个世间 初世间还怎么样 你看 他这边捨罪服品 破神品 破一品 破一品 破情品 破空品 他这个十品 OK 那就比西藏的来的少 西藏的是最完整的 但是翻译呢 可能跟中国的味道不太一样 各位读上去 可能会不是很熟悉 那这个原池原味读起来呢 他就是按照中国的思想体系 下去建立的 所以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接受 百论书 当然是吉藏的 他的写的信息太大了 太多了 吉藏的 舍罪服品 然后他发挥的 也零零尽致 因为吉藏是 据说他是最早 去讲经的时候 去讲这个百论 他最早 比较是十几岁的时候 他去讲百论 非常厉害 OK 这个百论大概是 然后广百论 广百论呢 是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唐朝的玄奘法 是翻译的了 OK 这个是你看 圣天菩萨嘛 就是就是提婆嘛 那这个里面百论你看 他这个是记子 全部都是记子 OK 所以他这边里面只有记子 然后他解释他的呢 是在这个 王百论祥事 但是这个是谁解释的呢 你看 护法菩萨 OK 这个就是唯士家 唯士学家嘛 这个玄奘的 他的 他的祖师啊 护法这个 介绍的嘛 他 他书解的嘛 然后玄奘把它翻译出来的 他这个也是 因为他这个也是不全 他也是 也是有扫调 他好像在 在哪个地方有 有讲到 我记得是有序的 没看到 我没看到 OK 算了 不管他了 另外还有一个百字论 是龙缩版的 所以百论有三个版本了 广百论 百论 这个在中国 还有百字论 这个是北魏的菩提流之翻译的 那这个翻译的 你看他的百论 他主要就是后面这个记子 但是我这记子里面有200个字 不是100个字 他叫百字论 但是两百个字 二十个 很短 大概一两页就OK了 可以各位有兴趣的不妨去读一下 大概 那这边底下三论宗呢 就是三论 主要是吉障的一些东西的 三论宗 三论玄义 大圣玄义 二帝义 你看那三个就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最重要的著作 三论玄义大概是比较偏重于他的一个历史脉墨 那大圣玄义就是他用分成 他分成五卷 然后以不同的主题 大概十个主题吧 比如说我们谈二帝 谈佛信 谈涅槃 谈二字 般若跟方便 他这样谈下来的 这个是他最重要的整个思想的 等于是吉障思想的一个精华 二帝义义呢 他就是专门针对二帝 二帝的思想 专注的一本书 有三绝 三论有意义 这个应该是他的弟子 你看硕法师写的 他就是讲三论中的一些主题 这些东西就是三论的一些弟子写的 那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 是一个大圣四论 就是我们说三论也有人叫四论 那四论呢 四论就多一个大制度论 那这个里面呢 作者 应该是军政 就是跟吉障大师的有关系吧 他好像 奇怪 怎么找不到 怎么搞不懂 作者 OK 不管 那应该是军政写的 他就是 就是四论中 他就 他其实大意跟 他都好像都在抄袭几账的 跟几账的差不了多少 那当然我们讲说 几账他有44本述作 但是好像遗失了 这个有三分之一吧 所以现在目前剩下来不多 但是重要的应该是都留下来 这是三论中 所以各位有时候不妨去翻翻这个大帐经的目录 也蛮有意思的 OK 我们在 这个当年有入园 你是连到网路还是 没有 我也download下来 你这个是download下来 我怕万一网路不通 我这三个不是开天窗 我把它download下来 没有 我只是给各位 就是说 稍微用他的目录去解释一下 我没有讲内容 那内容有兴趣的话 大家去翻一下 我只是说 因为我们目前太注重一些 受到我们一些 可能我们的师长 或者我们这个系统 一个不然就是从传统派 不然就是新一派就是应孙派 但是有很多解释 在隋唐要解释是不太一样的 可以各位去看一下 然后维世学家去解释 这个三论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他那个时候并没有站在对立立场 所以他本身应该是通 就是我们讲说通教是有道理 就是他是通小通大 这应该是共同的东西 OK 这个荣述的著作 然后后面提博的著作 提博著作就百论百字论 四百论在第七页 OK 你看第七页中间 提博的主要著作 百论百字论跟四百论 我们刚刚在看那个大帐星的目录里面 大帐帐的目录里面已经看到 都是都有 那龙树的另外一个地址叫龙智 那这个好像是金刚鼎 余切三些 这个是跟密教好像是有关系的 你看 善无畏啊 不空啊 这些东西 因为南印度跟密教的传说有很多关系 所以到底是龙树去开了南天铁塔 然后传出这个密教呢 还是这个龙智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像清辩 佛户这些东西 这些人啊 这些祖师呢 他本身他也都有一些密教的思想 有一些密教的思想 那跟早期的 我们讲说 从传到 从这个提佛清目传到这个罗时的 比较 比较看不到这些方面 比较看不到这些方面 这个西藏人就非常熟悉了 所以我们在讲说 传到中国的 佛父跟清辩这两位祖师呢 传到中国里面 我们看了整个大 这个大论帐里面 大概清辩的东西还有留下来 佛父没有人去翻译他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 在至少在中国人 他们的演 他们这些翻译者的 或者是这些 从印度来的这些翻译家 好像没有 那个时候并没有 把佛户当作这个主流思想 所以现在刚好反过来啊 阅称佛户的这个 随应破派的这个思想 反而成为主流 那这个清辩的 所谓智力量派的这个 变成了一个 他因为比较偏维师学家 所以不能代表中论 中观学的一个正统的思想 现在大概我们所接受的 一个概念是这样的 主流概念是这样的 OK 隆志我们看到 第八页 隆志著作没有什么汉译本 藏译有些什么吉祥秘密 集会曼陀罗的诡谊 五次第义座名 你看这东西跟阿迪霞渔谐修 修习法 跟那个渔谐秘密叫的是有可能有关系的 隆志的中观的学说传给了清辩 那清辩 你看清辩 它有的人叫做明辩 有的人叫做分别明 分别明菩萨 我们刚刚在中国的翻译里面 叫分别明 阴逸 婆皮 废茄 什么等等 他大概是 清辩大概是 西元公元六世纪的人 是古印度南部的中观学派的论师 那 曾治中印度 师氏 申户 我们刚刚讲这个系统上面 就申户 他的师父是申户 向他学习中观教理 然后返回到南印度弘扬中观学的空论 还有传说清辩返回南印度之后 主持五次 于所前南 在此弘扬中观理论 并照中论事 这中论事我们刚刚讲说 伯尔登论事 就是从这边出来的 这些反论在他的伯尔登论事中 清辩的著作以下有两部 主要的 一个是大圣掌中论 伯尔登论事 我们刚刚已经提了 大圣掌中论 是他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精华 他是用这部书是以英明的方式 破斥外道 小圣跟大圣有中 才明大圣空中的理论 但是他这本书呢 是以维世的英明去立论的 所以他有立宗 他有立宗 你看他最有名的呢 书中所立 真性有为空 如幻原生故 无为无有实 不起如空花 那前面一个就是 有真谛 真性有为空 如幻原生故 原生故 这就是熟地 那应该讲是前面这两句呢 是熟地 后面无为无有实 不起是空花 这是真谛 那他这个 他这个解释呢 他是完全用真谛去掩盖熟地 这个在大圣经里面也有 各位有兴趣的不妨去看一下 他有两卷 你看这个话 这句话 真性有为空 如幻原生故 无为无有实 不起如花 在嫩言经里面也出现过 所以很奇怪 嫩言经里面有出现 完全抄袭这上面的 所以他这个东西 应该是有 跟当时 因为他在中堂的时候 有在流传嘛 所以任言经在翻译的时候 有用到这个剂子 有用到这个剂子 但是不好看 各位我有看过 不容易读进去 因为他那个为师的那种利润 你没有懂他的方法 你真的是不知道 是从何去谈取 我看看 波罗登斯论 波罗登斯论就是解释 这个农术的中论 唐波罗 波罗 波罗 波罗密多罗翻译 在贞观四年嘛 这个就是唐太宗的嘛 我刚讲的在唐太宗的时候 又称为波罗登论 波罗登等 本书为了了解末期中观学派 还为师学派提供了重要资料 基本的内容是以中观智利派的观点 对中观各品加以注视 巧妙地利用英明的方式 不仅批判外道和小镇 还批判同志中观的学派的佛护 还有阅称嘛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辩论的 针对为师的观点 对真帝和孰帝进行新的解释 这个凡文本已经没有了 非常可惜 汉译全部全 汉译本不全 只有藏译本的波罗登 根本中论诵最完整 所以他们也是从这个藏译本 去看出来 这个分别明菩萨认为他是轻便 从这地方去做比对的 本书的注视是官室 这个也是 这是中期的中观的学者 深户 然后在下面讲深户 深户有称为众户的 因以身且罗苦时达 主要地址是轻便 佛户 就是他是佛户 轻便跟佛户的老师 这两个形成中观学派的 这两个主要的派别 佛户是叫做巨元派 就是巨元破的这个创始人 那轻便是一致起派的创始人 就是致力量派 这有时候翻译很奇怪 公元七八世纪以后 中观跟余协派有相互的融色的倾向 这是讲到后期的中观 因为我们叫余协中观 到后期他已经把吸收了中观的思想 形成了一个中观余协派 中观学依自己派和巨元派的对立 自然消融 到后期已经没有什么对立 而轻便与大圣为事 论施 护法同时 OK 轻便造了大圣掌争论以后 开始兴起了大圣空中和友真中的争便 轻便和护法的矛盾相当尖锐 在大堂西医区的卷石 称只要和弥勒不下身成佛 这场争论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然后要等弥勒出世才能解决这个争论 轻便的大圣掌争论主要有 主张有违法和无违法都是空 也就是说他轻便他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记者 就是大圣掌争论里面的真性有违空 如幻原生故无有实不起如空花 也就是说他的真谛跟孰地都是空 这个观点不仅否定了唯师派 骗记所执性也否定了他依他起性和原成实性 就是说站在原起的立场来讲的话 唯师会肯定 他虽然是认为骗记所执不在 但是他肯定了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 尤其是原成实性当然认为是真的 根据轻便的主张现在是第十页 依他起性意味着一切事情都是因缘何何的产物 所以他本身就是无自性空 所以是空的 原成实性是无违法 无违法也是不存在的 无违法跟有违法是相对的 他也是不存在的 不应说有为是实性 但是为是学家是有为是实性的 这就是和护法为是观点发生的矛盾 然后成为是论里面 他就讲说此三性中 几假几实 有几个是真的 有几个是假的呢 骗记所执 就是妄想安利故 所以可以说是假 他没有体相 无体相故 非假非实 那依他起性呢 有实有假 因为聚集相续分为信故 说为假有 就依他起性 我们也叫假有 心所涉从缘起身故 说为实有 但是他讲的那个五位白法呢 就是一个实有的东西 若无实法假有 依假法 假依实例 就是假依实例 假依实因而失色故 所以所有的假法呢 都是因为背后有个实的东西 所以他在失色的 因这个实而失色的 原成实性呢 他全部都是真的 全部都是实的 不依他缘而色是故 这是这个里面解释 他后面这边就解释 刚刚讲的这句话 意思是说骗其所是假有 亦他起性是假有 性有假有 实 原成实性是存为实有 这个把陈维斯论上面这句话 把它解释 那陈维斯论也把轻辩的一切 接空的理论提出了反驳 有之大胜浅向空里为究竟者 以此比量波无此事及一切法 比不但危害了前面所影的经典 而且自断修正 染尽因果皆知非实 成大邪见 所以这个站在有中立场 站在维斯立场来讲的话 他认为这个一切都空不对的 OK 外道毁谤染尽因果 以不畏全无 但知非实故 若一切法皆非实有 菩萨不应为舍生死 精情修习菩萨之娘 如果没有实的东西的话 那修习所谓的知娘 我们修习我们这个菩提知娘 将来要成佛 就变成虚幻的 如求使女儿用为君吕 他这是批判 这个轻辩的空中 代表了大圣空中的理论 一切皆空的终极道理 他是认为说 这是因为一些 一种错误的比量的推理 否定了阿赖耶士 和一切事物的存在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 来讲的话 中观学者理论上面是 不承认有阿赖耶士的存在 不去谈这个东西 但是到了维世 尤其到了如来藏 阿赖耶士跟如来藏 那个东西变成他的重心 假设没有任何东西来讲的话 没有这个核心的东西来讲的话 他整个思想体系 都会变成问题了 都会成了问题了 就是成佛也变成不可能的 其实佛性的道理 也是跟阿赖耶士 跟这个如来藏士是有关系的 所以 违背了维世学家所依的六经十一段 如果一切皆空能够成立的话 那么世间初世间 一切染进的因果都不存在 我们每个人修菩萨行成正佛果 就像是用死女儿儿子打 跟敌人打仗一样 是完全落空 这是用白话去解释 前面一句话 菩提道次第广论 里面 他是用解生命经 立三自信的不了意 立三自信是 立三自信不了意 为是诸师 除偏激之 不许一他及原成时 无自信 不许彼二是自向或有自信 就是说刚刚讲 就是他是 除了偏激之之外 一他及跟原成时 是有自信的 正一解生命经 故许彼二是圣意有 认为这个两个是圣意有 佛护论师 阅称论师 若为有志向 所为所成实体 则是实有 轻辩论师等 为不许 为而不许 是圣意有 所以他不承认有圣意有 三自信 即偏激所值 一他起和原成时 尹 这里说的佛护月成 都是当时大论 空中的著名论师 OK 这是轻辩 讲佛护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好不好 OK 我们再继续下去 刚刚我找不到 现在我把它找出来 在大章经里面 这个轻辩论师的 大圣掌真论 OK 大圣掌真论 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就是主要在解释 这两个记者 真心有为空 如换原生故 这是讲 讲这个 这个俗地 后面 无为无有师 不起如空花 这是真地 这是上面解释 但他这个里面 他就是用了很多的 英明学的理论去变 所以他有立宗 他有立宗 那这个是会造成的 他跟维持学 互相争辩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些原因 这个可能后面我们会提到 因为这边我们不是主要讲这东西 我们讲历史交代 因为这东西各位去看 也不是 也是不是很容易去读的 OK 我们再继续下去 刚刚有人提到这个 我们顺便讲一下 因为这本书 有的地方很奇怪 因为这本讲说 农树的 他有另外的地址叫农制 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 然后呢 中期中官 申户 申户在第 刚刚那是第几页 第九页是不是 第八页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六 这讲农制嘛 第二第三行是农制嘛 这讲农制中官学 他曾治 第二四六七二四 六七行 他是摩羯陀国的大师 曾经到中印度 私事深户 向他学习中官的教理 那他本身 前面 前面有提到说 他是农树的另外一个 农树的另外一个地址 那现在变成深户 农制又向深户去学 所以中间他是产生一种错乱 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 应该是前面是有错 这个我们再 回去再去看一下 但是这个里面 跟整个大局无关了 我们就掠过去好不好 跟大局无关了 因为这不是重点 因为这也不是农制也没有什么著作也不是很重要 我们要去真的去抽丝剥茧 去把整个脉络粘起来 就像 这样讲 照这样讲的话 那前期中官是 吴提伯罗罗罗进入传到中国 对 然后中期中官的 生户 产生户法跟清变两大 他还是以农树这边通过 这变成师他还是都是农树 没有他跟农树当然有关系 你说生户跟农树的中官没有关系 他这边就是讲 农制传给这个生户 不是 这个 你说中期中官跟前期中官如果没有关系 这应该不对 我觉得应该 这个我们再研究好了 这个我觉得 这个因为我觉得有点混乱了 这真的是有点混乱了 我觉得这个不要 OK 好了好了 我们不要再讨论 讨论没完没了 这变成循环了 循环论证了 对啦 那个佛户我们在第十一页佛户在西元四百七十年到五百年左右又成为绝户 南印度的婆罗国人 农友的弟子曾经从这个 曾经从这个人他学那个农树的大圣空中的教义 他主要的著作是根本中论著那这个著呢在在西藏有 那在中国就没有 我就刚刚讲说佛户跟清辩同样是在中期的中官 那清辩的学说波罗登士论在中国有翻译唐朝有翻译出来 但是佛户住的这个根本中论住没有 但在西藏有 目前仅有西藏一本 也是主张主张这个诸法毕竟同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越称 越称大概是西元六百年到六百五十年的人 也是南印度 出家之后曾从佛户的弟子加摩罗菩提学中官派 也曾经习过秘教 你看这个中期的中官已经开始跟秘教有关联了 德秘书学成后主持纳乃陀士编中官的注释 还有根本中论著明解 我们后来就叫做明镜论 明距论 静明距论或明距论 这个在现代的学者 把它当作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 因为它有凡文本 其他所有的翻译都没有凡文本 只有这个越称的这本有凡文本 在那个西玛的哪山那个什么地方发现 所以现在西方的学者就是用这本中论的 因为它本身有原来的农书的记者 然后有越称的解释 的试论 所以它用它原文的凡文本 再做一次翻译 所以现在后来的西方学者 就是以这个为主要 从开始研究这个中论 农书学的 就从这个根本中论 这个越称的这个明诸解 作为一个南本 那现在用这个东西再去反推我们中国的翻译 反推一些其他的翻译 其他的译本 那它并且有提佛的四百论著 叫做菩萨 余且思四百论广著 现存凡文的断简和藏译本 还有一些密教的东西 我们不提它了 另外还有入中论是我们大家熟悉的 就是法称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民国初年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谁把翻译到 翻译到中国来的 月称的著作主要弘扬 佛护 主要弘扬 佛护中观巨元派理论 就是随应破派 那 他曾经以为师派 发生也发生过争论 这个晚年 南印度 破外道 入 曼如汉 汉葛山 修真言道 再次入籍 另外他做了一些 跟那个 余且 那个 密教的这个思想 有关系的 几部著作都收入 藏文的大藏心里面 那菩提道 次第广论呢 这段隐文 清楚地反映了大圣空有两知 那个真真论 护法等大圣有中论师认为 除偏激 词之外 一他起和原成实性 都是有志向 有自信的 都是实有的 而 轻便佛护 跃称大圣空中的著名论师 却认为 大圣有中的 解生命因所立的偏激 所执性 一他起 原成实性 都是不合佛教基本的原理的 那个都是所谓的 后来的忘起 所以他本身都叫做 一切皆空 三性 全部都是患有 不存在 为师学派所立的 原成实的圣义有 他们不承认这个圣义有 以护法为代表的大圣有中 而认为 是是实有的 他是 是有近空 外面近是空的 作为客观事物的外境是空的 以轻便为代表的空中认为 不仅外境是空的 是也是空的 一切皆空 轻便既言若乱四地 心境俱有 若依圣意 心境俱空 就是说他认为四俗地 四俗地就一般四俗人看法 是心境俱有 但在圣义地里面是心境俱空 轻便论师认为 以俗地观看问题 心事和外境都是实有的 若以真地去观看问题的时候 心事跟外境都是空的 俗地对于俗人讲的真理 在佛教来看并非是真理 佛教的真理是真地 所以心境俱空是轻便的本意 他有用底下用英明公式 对护法的为师观点进行反驳 这在成为师论数据里面 轻便等师依秘译教说诸法空 便文波心体非时有 比例量论 比这内视如镜非有 许所知故 如辱外境 如辱心外境 这个东西就是文言 你要看后面的解释 轻便所列的英明的公式 是下面的 他的组 他的终 就是他的目 他的力论 如以内视如镜非有 因许所知故 欲如辱心外境 这可能各位还看不懂 再往下面再解释 其大一如下 你护法所说的事和你所说的外境 是一样不存在的 这是他的利论 那因为什么原因呢 他的大原因是说 他的原因说 我认为事是被认识的对象 就像你所说的外境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他可能跟为师中的利论 是不太一样的 为师是事有 尽空 但是他的视镜两个都是空的 慧昭的陈维斯论了异 但你没有重述这个事实 又假述轻便利是空 量于内视非有 空中人所取忠随一色故 因犹如外境 所以如果说各位对英明学 完全没有很陌生的话 看这段也看了 吴莎莎看不了解他讲什么东西 将此英明公司略整理如下 中内视非有 因人所取忠随一色故 他后面都有解释 欲犹如外境 你看这个 唯士的英明 唯士的英明其实是从 印度当时的六道外 在本所谓印度教的六道 有个六派哲学 正理论的一个发展出来的 因为他本身有五个 这就变成三个 中英欲 他的整理如下 中内视非有 因能所取忠随一色故 欲犹如外境 很明显很显然的了一灯中所叙述的 轻便的量 和数记是一样的 大意如下 心事是不存在的 因为心事既是能取 也是所取 心事就是他的原因是说 心事是能取 他也是所取 欲就像外境一样 但是这个地方值得注意说 后面第十四页 这里值得注意是 因人所取忠随一色故 是根据唯士学派的官邸 人取是心事 所取是外境 看来轻便 对人取所取的解释和唯士派 是不一样的 因为唯士派是 心事是有的 外境并不是由心事去认识的 并不是由心事去认识的 所以数据加二许 意味着致许轻便 自己认为这样 那底下里面就解释 唯士学对轻便的量 进行这样的反驳 钱亮 他这边有解释 后面都有 前面都是原文解释 后面再用白话再去解释的 他这里面提出了三个过 因为唯士的英明学 他有所谓的33个 就是中英域 他所立的 你看他这边有讲 钱亮若以原生类似有违法 英记有他随意不成过 那什么叫随意不成过 我们看这个 我们先讲 他有所谓33 英明学的33总过 各位看这个黑板上面 我把这 这怎么放大 看不到 这个字太小了 我把他放上一条 嗯 开心 這樣可以嗎 還是再大一點 大一點 我要開始用左右移了 他在裡面 他就是指英明學所立的三十三種過誤 他翻譯中英慾 中就是所謂的命題 英就是理由 慾比慾 這是三個 三支 不完全 就是三支 不完全而計之中過 就是前面講的命題上面有九種過 英上面有十四種過 義比喻上面有十過 加起來有三十三種過 那古英明學有二十三過 陳納他的英明學 就是從政理派的哲學去把它吸收 然後去加以經驗 淘太舊真心 歷居二十九過 其後商劫羅主 其大聲而為三十三過 三十三過的大致名稱 中九過 你看這個剛剛講的說 他有限量相偉 筆量相偉 至教相偉 世間相偉 至與相偉 人別不集成 所別不集成 聚不集成 相扶集成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相扶集成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相扶集成 什麼意思 那第二個 應有十四種過 兩句不成 隨意不成 剛剛有個隨意不成 由意不成 所意不成 定不成 定不定 共不定 不共不定 同品一分轉義品 轉不定 義品一分轉同品 轉不定 這個東西 因為他都是一些名相 所以說各位要去了解的話 可能要 要重新去讀這個英明學 那欲有十種 那這底下有十個欲 人欲 人欲法不成 所欲法不成 等等 我們這邊就 把說 所謂他有重新 等於我們大家知道有所謂三十三過 那然後 隨意不成 他這裡面有三個過 我們看看 隨意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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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因十四種過之一 就在英明對變對論中 立論者跟敵對者 問難者 任何一方以對方不承認的英為理由 其實我們講英的話 就是我們大家應該是共許的 你不能講說你不 立論 是我們兩個是雙方是不同的 但是英應該是要共許 不然的話我們沒辦法討論出個結果來 那 敵對 任何一方以對方不承認的英理由 來力量 來力量 論事實 所造成的過失 於兩句不成 猶豫不成 所依不成 共成事不成過 這裡面 不成 而且就是說 所謂的英 我們講的原因都是要共許的 我們要互相承認的 我們才能討論下去 如果不承認的話 你不承認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變成無法去討論下去 所以 他先把一些周邊的形式上面的邏輯上面 如果你 如果不合理的話 他後面不去討論你 這個立論到底是不是正確 他就是沒辦法去討論下去了 然後這是隨意不成過 相扶即成過 是在一名三三過中 中 這個主題 命題裡面的九總過之一 又稱為 片通福和中 其立中之實 若立論者 以敵對 對者雙方皆同意而無意義 則構成 立論 自體無意義的過失 就是說 你的立論 本身 跟我的立論 前面 就是本來我們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我們雙方的立論 本來就是應該不一樣 才能夠去討論 假設你的立論本身 比如說你認為輕便 你認為說 這個 這個 外境是沒有的 我也是認為外境沒有 那我們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對不對 他不是都是一樣的嗎 對不對 那 雙方 若立論者 與敵對者 雙方 皆同意而無意義 則構成立論 自體無意義之過失 便沒有什麼意義 此時需要改立中 相扶 為立論者與敵對者 雙方看法 互相符合 就是沒有什麼討論的必要 此次此系特指 對中的前程主持與後程 這個結合而成的意義 雙方皆認可 即成 就是即成就之意 亦即利 我這個翻譯這個有點怪怪的 敵共 敵共共同 不認可的 其實有信 OK 大概意思是這樣子 因為我對於明顯不是很了解 如果有了解的 可以在這邊解釋一下 比量相違過 比量相違過 一名用語 這個比量相違 大概也 這也是33過中間 他的 他的利論上面的9過之一 就所謂利論之中 命題 與比量之因 理由相違 兩個違背 就是你的利論 跟你的理由 兩個中間相違背 所招之的過失 比如說 憑所做的信 作為利論的 與 作為利論主與敵對者 皆同意之因 故終決定 無常 若立憑為無常 若立憑為常 即為因 就是我們講說 就是我們講這個 這個瓶 那瓶本身來講的話 我們在一般的認知來講的話 它就是一個 外在的東西 它本來就是應該無常的 但你論中的話 你如果說把它 立為常的話 那你的中跟因 就是違背了 OK 它的意思大概是這樣子 它認為用這個 憑的自信 就是憑它是有自信的 所以它是長 那這個利論 就跟它的中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 跟我們敵對方面 它並不認識 這樣子一個 一個推論 所以稱為比量 這樣推論是有問題的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它這裡面所講的 它講說 我錢量若以原生內事有為法 既因他有隨他意 隨他意不成過 護法不許內原生事 能取外境故 因為這個 按照為事的立場來講的話 它的外境也是事所變現的 所以它不是說 由你的能取事去取那個外境 既有相互集成之過 故第二因 若值為事是實有者 以是法執 既云值實有 以是法執 名無時能取 今以能所取因 同外境無故事相符 既有此過 不得以論主做比量相違過 這個裡面 我看後面解釋 維持絕派認為 輕便的量 如果是以內事原取外境的話 它的因之 就是它的原因 既有他隨意不成之過 因為護法不承認內事 真實可以援取外境 但是輕便認為是可以的 外境客觀的事實 在維持絕大來看是 是事變現的 所以它認為事是變現 外境也是如此的 它並不是內的事去認取外事的 是認取去辨別外境的 是虛妄不止的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果認為人取之事實有 就要犯了相符即成之過 因為有中承認有事 空中不承認有事 這個東西兩個是基本上的立場上的不一樣 如果代表空中觀點的輕便承認有事 就等於空有兩中都承認事的存在 那輕便的量就變成沒有意義了 就是雙方集成這個相符集成之過 那輕便認為如果主張內事實有 就是一種法職 意思說明沒有實存人取之事 你輕便現在又以人取索取為因 就像外境一樣是無 這要犯相符即成之過 因為以互法為代表的有中觀點 承認人取之事的存在 索取之外境是無 你輕便即成在英明上犯了這樣的過失 其實就不能說論主互法犯了比釀的過失 這是唯視學去反駁輕論的立場 那這方面因為它涉及到英明的一些理論 各位可能不是很瞭解 那可能我們要對英明學要具備一些基本的常識 才可以討論這些東西 那我們跳過這邊 佛學界從古至今對大神空有兩中的爭論看法不一 法杖大師就是華言中的法杖的主師 在任缺懸議認為輕便的破友 互法的破空各破一邊 最後兩邊都歸於中道 所以二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 他不認為兩者是敵對的 並非是互相破斥的 法杖的十二門論中至異記裡面 卷上有一段的話 問 若而何故輕便互法後代論是互相的破 互相彼此相破呢 答說 此乃相成非是相破 何者 為末代有情根氣轉見頓 文說患有便為定有 故輕便等破有寧境至必淨空 方乃得筆緣起患有 若不致此必淨空 則不能成筆緣起患有 事故未成有而破於有也 所以在法杖來講的話是 空有兩個是相成的 並不是互相敵對的 因為緣起信空嘛 信空緣起嘛 這兩個是一個是相反相成的嘛 又比文說原生信空 所謂斷無故互法等 破空存有 患有存故 方乃得筆不亦有之空 若以若不全體至此患有 則不是筆真性之空 事故為成空故 破於空也 若如此後代論是以二理交冊 全體相奪 無由得賢起緣起盛生 事故相破反思相成 這個地方可能大家對 因為文字上面有 會比較不太 可能要隔一一下 不太能夠清楚 這個後面應該是有解釋 佛教圖把佛教的興衰 分為三個時期 正法 相法 末法 正法是正確無誤的佛法 相法是以相似的佛法 末法是處於衰微的佛法 關於這三個時期佛教的觀點說法不一樣 一般任務 這個東西奇怪 這個不管 我們再跳過去 把杖這段話的核心內容 輕便破有是破定性有 定性的有 互法破空是破除空無 所以那緣起不愛信空 信空不起 所以對中觀學者來講 他並不是只有講他的這個必進空 他本身的緣起有 他是一個意思 也是也是 在這個立場上面 他也是相承的 所以二者不是相破 是相扶的 那這個維氏中破空 破有 破空 他只破那個完空 那事實上 他對外境的這個有 就是對這個 這個視地的有 他其實本身也是 也是 也是 就重在 重在解釋這個外境 解釋在這個 這個現象上面的有 所以也不能夠 把它當作是沒有的 所以二者不是相破是相扶的 而清辯論師的中觀學 傳給志光 志光是納蘭陀士的學生 據說 大詞人師三藏法師傳 志光是戒賢門下的上手 所以志光 所以在 玄杖是戒賢的弟子 那所以在戒賢 所以在玄杖到 到那個印度 納蘭陀士的時候 志光那個時候 也在納蘭陀士 納蘭陀士 就是他師事 雖然師事戒賢 但是志光也是 但是志光是中觀學的 學派的這個 這個論師 博學多文精通大小博典 和廢陀等外道 威望很高 即戒賢之後成為納蘭師的長老 那下面這段話就很重要 我前面也有提過 法杖的十二門論 中至義記上面 說戒賢和志光 分別代表了大聖 有宗和空宗 提出了有空二宗的三十叛教 他不是問他叛教的主張嗎 那原文在下面 近代中天主納蘭陀士 同時有二大德論師 一名戒賢 二名志光 並神解超倫 身高五印 六師祭賞 一部歸一 大聖學人 養之如日月 就是在 在納蘭陀士 有兩位大師高師 一個是戒賢 一個是志光 兩派不同的主師 大聖學人 養之如日月 為天主獨步 詭犯成歸 罪各成一派 互為矛盾 表面上的互為矛盾 為戒賢遠程 彌勒無濁 敬種 護法難陀 依解生命經 於且師弟論等論 名法相大聖 廣分明述 用三教開示 顯自所依為真了義 他的了義 下面有解釋 為佛出路也怨時 就第一個 就是 開始佛在路也怨時 轉四地小法 小聖法 人說人空 藩諸外道 然也原起 原生說定有 十有 就是 就是人空 但是原生法 說是十有 那第二時中 雖 雖依片祭所值 而說諸法自信皆空 這是講 空中的理論 講 空中理論 就是說 他是因為依偏濟所值 而說諸法自信皆空 翻破小城 然依他 原成 由未說有 但是他很遺憾地說 對於依他跟原成 並沒有說究竟 所以他在第三時期中 就大聖正理 據說三性 三無性 方為了意 方為慶禮 事故 於因緣生法 初時雖說有 舵有邊 有舵有邊 次說空 則舵空邊 就一開始 就是說小生的法之後 是舵有邊 那說空的時候 就舵空邊 既各舵邊 據非了意 後時據說 所值信空 所值信空 於二為有 就是 依他其信 跟原成是有的 氣慧中道 方為了意 這是依解生命經的解法 解生命經裡面 講得很清楚 事故依此而說 判般若等經 說的空中是屬於第二十教 OK 這邊有講得很清楚 非為了意 它是由上有容的 那並不是一個究竟了意的 此為解生命經的叛教 那第二個呢 就是智光論詩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納然說是智光論詩 遠程文書龍術 敬秉 清目清便 你看這個就是 就是中觀的一個學派 它是以文書 文書也是講空嘛 對不對 文書龍術 文書菩薩 龍術 敬秉 清目清便 依般若等經 中觀等論 顯無相大聖 廣 廣變真空 以三教開示 顯至所依言為了意 它也是為開始的時候 佛出在陸也院 為諸小聖轉於四地 小聖法能說心境具有 它的講法就是說 小聖法說是心境具有 那在阿罕經裡面講心境具有 次於二十 第二十呢 就是講說 為中根人說法相大聖 這是講維世學 淨空心有 外見是空的嘛 它心是有的嘛 就是維世嘛 維世意嘛 以根有裂 就是它不是究竟的 因為它根性 還是有點衰裂的 故未能潜入平等真空 它並沒有達到平等真空 故作是說 但到第三十時候 方圍上根人說無相大聖 心境具空 你看 它最究竟的是心境具空 其實維世學到最後 應該也是要心境具空嘛 對不對 它不是說只是 講外境是有心事 但你能取跟索取兩個中間 中間泯滅的時候 它應該在最後的 的心應該也是要沒有 只是它沒有明顯 講出來這個東西 平等一味 就一切平等 就站在佛的立場 就平等一味 就是在上層 在那個 在最上層來講的話 已經變成無相平等一味 為真了意 你看這個講法 就剛好跟前面的講法 完全相反 那初為破外道的自信 故說因原生法 決定是有 次為破小聖的使有 說此原空 但說此原生 但這原生呢 都是假有 所以我們的空中 都是講假有 講原生的 講這個俗地的 都是假有 以孔筆 不為此真空 故由存有 而接引之 第三方面 就究竟大聲來講說 不管是原生 或者是第一地 都是空的 所以說此原生 即是信空 平等一向 此是入法之見次也 他的次第是這樣入的見次 那底下這句話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意義 它所謂的六師 是佛教興起師的外道六師 裡面就是講佛教那個時候 在阿涵經裡面有講 就是阿瑟士王 他底下有六個 六個主要的論師 那個時候反對跟佛 站在敵對的立場 裡面有 有這個齊納教 有一些這個順勢派什麼之類 這底下有六個師 但他這裡面講的 因為他講六師祭賞 就是在第十六頁的一二三四 第四行六師祭賞 這六師其實它是只是一個 當作說當時的一些外道 就是講外道 那事實上這個時候呢 應該在中期的時候 那個時候 印度 印度教已經興起了 六派哲學 那個都算是蠻蠻興起 應該跟那個佛教 跟在釋迦摩尼時代 不是 跟釋迦摩尼時代的六師 應該是沒有多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 不把它當作重點去解釋 跳過去 它這個東西就是把 因為這本書 我覺得它有些雜亂 把這些東西全部集在一起 那其實你今天站在一個 一個一個 思想 或者一個歷史上 歷史上來講的話 這個我覺得這樣解釋 就有點怪異 六師各創一派形成 外道六個派別 只有六師不可能 你看他也知道 始終六師不可能是上述六師 在最後一行 而是他們創立的 六個外道的 的道派 應該也不是這六個外 因為那個應該講 佛式的所謂的六師 跟這個時代 應該已經是不一樣了 那個只是一個 它六師只是講一個外道而已 OK 我們再翻過下面頁 第18頁 法藏的十二門論 中治義記的這段文字 詳細記述的戒賢和治光 爭辯的問題 兩個雙方的立場怎麼不一樣 戒賢是根據大聖有蹤的解釋秘經 和於邪式地論 判佛教為三十教 這邊就是解釋的 釋迦摩尼佛在陸也院 第一次說法的時候 稱為初轉法輪 講的是小聖教 講的苦極滅道四地法 其目的為了反對外道的 我有我的主張 論證我空法有 這是不了一教 也是不徹底的教 第二個是波爾金的中觀經典 主張一切皆空 其目的是為了破製小聖佛法的法有 就講一切就是 就是我空法也空 並且講到 依他起性和原成實性的實有 雖比小聖 就是說 沒有講到 波爾金並沒有講到 依他起性和原成實性的實有 雖比 另外就是解身密經的了義大教 認為大聖的友宗敬典 講騙跡所執 依他起根原成實三性 並講相無自性 身無自性 身亦無自性 就是相對於前面三個 三個性有 講個三無性 就是三性三無性 他既反對第一時中的小聖佛教的法有 又反對第二時 第二時教的一切至空 就是空中講的一切至空 主張非有非空的中道 所以他認為 這個三性三無性 是一個非空非有的 非有非空的一個中道 認為這才是符合佛說的最圓滿 終極的真理 才是了義教 但是至光法師呢 至光他的觀點 是代表大聖空中 他叛佛為三十教一樣 一個是在佛在陸也見 四地為核心的小聖教 這個兩個比較相像 應該是一樣的 主張心境具有 但是他講的是用心境 這個兩個去談他 就是小聖教是講心境具有 心為主觀的意思 敬為外界的客觀事情 那第二個來講 第二時呢 為宗跟其人講究竟 講淨空心有 這是大臣有宗的思想 因為大臣有宗講 世行存在的 客觀事物都是 世所變現的 所以稱為空 外境是空的 那第三個時期為上更人講 心境具空 平等一位 即宇宙萬有歸於空 只有第三個時期的 般若等經和中觀等論 才是真正的療癒 這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為室跟中觀學 學者的叛教 是這樣子 不一樣的 但是事實上各位 仔細去看 這兩個這雙方 其實有可以互融的見解 並不是 就在不同的立場而已 有此可見 借賢和志光的叛教主張 都是為了貶低他宗 抬高至宗 反映了大臣空有兩宗的派別之爭 那底下他舉了一個這個例子 叫做中密的禅言諸全集都序裡面 這本是禅宗 就是華言宗禅宗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著作 但這裡面講我覺得是有問題 他講說空有兩宗的觀點有十個不同 但是這個中密他本身不是這樣 因為中密他講說 那個中山總 不是 山門教山總 就是講那個禅有三個宗派 我們看看 我們看那個圓 我們去對照 你就發現他中間 是有一些問題的 因為他這邊講是有宗跟空宗的分別 但是空宗 空宗我們當然兩次講宗觀 有宗是講為室 但是禅言諸全集都序裡面講的 不是講有 他是講信宗 他只有山宗 他是這樣去分的 在這個 我們看他這個 從卷上的二開始看 他說禅有三宗 教有三種 他先述禅門 後以教正 就是 先講新門再講教正 禅的三宗 第一個叫做希望修行中 第二個叫做敏覺無際中 第三個是直顯心性中 那教三種呢 密譯 依信說相教 這個就是 就是 就是 相中 就是外 就是相中 類似為似的這個相中 那第二個是密譯迫向顯信中 這是空中 那第二個是顯示真心 既信教 這個叫做信中 這是我們後來的如來賬 所以各位去看 空中有中跟信中 這三個應該是 在 在這個龜豐大師裡面 他是三個不同的叛教 你看他殘有三種 你看他底下會談到說 希望修行中 就是 就是像那個 像 等一下 就像神秀的 就是 慈慈勤博士 大家末時惹 惹塵埃 就是要希望 希望修行 那敏覺無際呢 他就是這個是針對 第一個是跟相中很相似的 相中就是說 他說外面的諸法的像 現象 他以現象 外表現象去說 在說信 所以他依信 他主要的內部核心是信 但是依信去說像 顯外在的一個像 所以他的修行的方法呢 他是希望修行 他是要求最後那個信 那第二個是密譯迫向顯信 就是說 外面的像都是假的 這個就跟空中講的是一樣的 破像顯信 顯他那個真實的信 但是空中並沒有講 後面的如來賬 或者是那個阿賴耶斯 他並沒有講這東西 那 到了如來賬來講的話 他就是一個真心 祭心就是 所以他是磁顯心性嘛 我們看到禪宗最後就是磁顯心性 他重點就是磁顯心性 這是講 講這個 他的一個核心的 那這個就是屬於信中 我們後來講的如來賬呢 就是這個信中 看得到嗎 就是所謂的信教 這個他上面提出叫三種 跟這個禪三種 這兩個去做比對 他是一一相對 那我們再看 這個地方我們略過 這個顯得非常精彩 各位可以仔細去看 但我沒辦法去一一去解釋 那現在我們看他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他說空與二性 你有時候看他會有點不太了解 他這段文字從這地方出來的 你看 他裡面上面 上面所述的三教 進佛教一代所說的經 跟諸菩薩所造的論 細詢法義變成三義全書 他有三種義別 一法無別 就是三義中第一跟第二 是空有相對 第一中跟第二中是空有相對 第三第一呢 是叫做性相相對 我想第三是性中 他最終極的當然是性中 因為他這個是如來賬的 一個基本上的思想 第三第一是性相相對 唯第二第三 就是破相與顯性兩個相對 第二就是講空中 第三個是性中 所以他現在這篇文章主要是 以空中跟性中去做比較 最經廣辩空中跟性中有十億 你們看到這邊 空中跟性中有十個 有十個 一法義真俗義 二心性明 就是在我們這本書上面 你看他這邊下面說 他這邊 一法義真俗義 二心性 二明義 三是性 四二體義 但是他這裡面 因為他講的是空有兩中 他把空中 當然你性中他也是有中 但是你這樣去判斷 就跟殘元朱全齊都序裡面 他的意思不太一樣了 因為他把他的叛 的叛教的話 他的有中是 對於這個忠義大師來講的話 是屬於那種為四的 那他這裡面主要講 如來仗跟空中兩個的差別 所以這個 不然的話 因為用他自己的解釋 這裡面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看這個書本上面 第一 法義真俗義 在空中看來 法是身柔萬象的事物 是千差萬別的 所以法是俗地 而空是無相 以無生無滅 無枕無檢為義 所以義是真地 有中是以真如之性為法 事實上為四中並不認為是真如是 這個姓是 OK 他並不是認為這個 因為為四中那個講的真如 它是一種概念 只是一個形式的概念 它並沒有那個 並沒有那個 如來仗的那個意思 這中間比較不太一樣的 那是到了如來仗是後面的 那你看他這個 在龜豐大師的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他解釋 出法義真俗義者 空中原未顯真靈之性故 所以一切差別相為法 法是俗地 照此諸法 無為無相 無生無滅 無真無檢等為義 義是真地 所以空 他本身那個空是一個真地 但是外面的法相是俗地 故制度論以俗地為法 無愛辨 以真地為義無愛辨 性空 則是以一真之性為法 空有性中 則是以一真之性為法 所以性中 這個空中 這個有中並不認為說 有中我想如果為是中 那並不是所謂一真 這個這個之性為法 空有等種種差別為義 所以中間 如果真的各位要去了解 他的本身的意思 可能還讀那個殘元族基督序裡面 他裡面講的 比較那個實際 比較那個真實的意思 那這個地方是 作者的這樣的一個顯示 去把它比例說空有兩中 OK 我們休息十分鐘好不好 我們趕一下進度 因為今天要把這一節講完 那剛剛講完一 OK 第二是 我們看我們用以書本去對照 有時候我不會去解釋這個上面 因為這面用文言去解釋 有點難 但各位如果說熟悉文言的話去看 他的原文寫的真的是比他這個好 第二是 心性二名義 二是心性二名 不太一樣 空中認為是沒有產生事物的本源 所以稱他的本源為性 性就是空 有中認為本源是心 其實他如果說講說有中來講的話 為是中他是認為本源應該是是 那當然是那個 真常為心的話當然是心 所以這個地方很明顯 他是性中而不是有中 如果我們把嚴格去區分 空中有中跟性中來講的話 應該要這樣去區分 所以他這裡面是空性兩個 就是空中跟性中的差異的地方 所以大聖起性論 你看他的影就是 就是那個如來上的這個思想 大聖起人所說的一切法 從本以來離言說相 離名字相 離心原相 畢竟平等 無有便意不可破壞 為是一心 所以這個是標準的 這個如來上的思想 第三個好 性至二體義 空中認為一切事物的本性是空 有中認為萬事萬物的本性 是一個真如本體 你看這個真如本體 就是如來上的真如本體 那個為是中並沒有認為這個東西 沒有認為一個真如本體存在 第四 真之意 就是智跟智的分別 在空中看來智是一般人的認識 智是不同於凡人的佛教智慧 就是般若空慧 那空中以分別為智 無分別為智 所以重點空中就是以這句話 以分別為智 就是我們以智識 或者以這種分別 我們以我們的分別性 去分別的東西 那個都是智 那無分別是智 就是般若的空慧 無分別為智 凡人認為世間存在著千差萬別的事物 此種分別 在佛教的空中來講 就是萬事皆空 千差萬別的事物 都是幻有假有 所以應該是無分別的 這就是不二的思想 按照空中的觀點 智是深奧的 智是淺顯的 那在有中的看法呢 人認識真如的神聖之理的智慧稱為智 真如騙於凡聖 對於 這個就是佛性嘛 在講的是佛性的東西 就是如來上的佛性嘛 真如騙如凡聖 對於這種道理的認識稱為智 所以智與智是相通的 第五個 有我跟無我的差異 空中認為有我是虛妄的 無我是真實的 有中則相反 認為有我是真實的 這個像小聖跟為師 並不是這樣講 那有我他只有講那個 不講涅槃經的話 藏了我盡 才會講有我嘛 所以他這個信中 佔到萬法為心 就是心 可以片寒萬物的 他有我當 就變成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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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這個 跟程式呢 他都變成 都是一個真如明 本心嘛 都從那邊散發出來 所以他有我變成真實的 無我是虛妄的 實際上有章也主張 有中也主張無我 但是一般人很容易 把阿賴耶士誤認為我 但是這個應該是講如來賬 第六個重點呢 就是遮權跟表權的差別 以否定的語氣 進行表述 而稱為遮權 以肯定的語氣 來表述 稱為表權 所以空中是不利潤的 他是屬於遮權 空中只講只用遮權 其實相為絕百非 絕世句 白世句絕百非 所以他實相為絕百非 有中 他就是 有的 有的時候用 用這個遮權去表示 有的時候用表權去表示 他兩個都用 所以如來賬講 空如來賬 不空如來賬 那第七個 認明 認明認體意 明是指事物的名稱 如滴水火風等 體是指他的本體 指事物所依的根本 如堅絲軟動 比如說地是堅性 水是濕性 火是軟性 風是動性 所以他的根本 地水火風 他的根就是堅絲軟動 大神空中對於初學佛教 和潜根基的人說教 時恐怕聽明以後 望生執著 故列明之後 居家已破除 要講的是假明 所以不管這個地水火風 堅絲軟動都是假明 從廣泛的範圍說明其意 那大神有中對於佛 學佛很久 及善根的人說教時 首先先舉本體之名 如果受教了 當時不能馬上 你了解其意 而後依名字尋思 然後才了解 他背後的本體的含義 這個講的有點模糊 可能各位去看那個 他的原文會比較清楚 那第八個就很明顯的 這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二帝三帝的差異 那空中認為世間法 及促世間法 是不出真俗二帝 所以他講的就是二帝 空中 那有中會講到三帝 所以我們講說 因緣所生法 我說其實以是為假明 以是中道義 到了有中 他這裡面舉的天台中 講的空甲中三帝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所謂的信中 有中講的是三帝 以緣起色等諸法為俗帝 緣無自信諸法 即為空為真帝 一真心體非色非空 能空能色為中道第一 所以他們也是 信中也是講中道第一 但是他立了一個第三帝 所謂的中帝 第九個三信 三信有的 三信空的 三信空有意 三信就是維世講的 偏激所執性 一他其性跟原成實性 有中認為 所謂的有是指偏激所執性 有中認為 一般佛典所說的有是指偏激所執 和一他其性 所說的空就是原成實性 所以像在維世學家的話 他的原成實性 他也是空 他也是空意 那在外面的俗地來講的話 偏激所執跟一他其性是有 那空中認為 不管是偏激所執性 一他其性和原成實性 它全部都是無自性空 一切皆空 有中認為偏激所執 一他其性 原成實性 都各具空 有二意 這其實是信中 信中他講的是 這三性都具有空有二意 偏激所執性 眾生是認為有 但依照佛教道理來看 是空的 依他其性 表象為有 本性為空 原成實性 眾生不理解 誤認為空無 按照佛教真理來講是有 表象為空 本性為有 這個解釋 就是說 其實偏激所執 一他其 原成實性 這三個都是交測在一起的 所以你一般凡人看 可能都是叫做偏激所執 我們說一般人所看的東西 都叫偏激所執 你都有帶著自性去看 都是偏激所執 但如果按照佛的立場來看的話 他的看著外面的原起 他也是信空的 所以看著都是原成實性 所以你不是嚴格去分成這三性 你卻可以把它了別的 所以分成三性 那只是方便 因為他是所謂的教帝 就是因不同的性別 不同的他的根氣的人去說這個性 實際上 凡聖看的不一樣 但事實上 它兩個是同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管二帝也好 三帝也好 其實它是應該同樣一個東西 那唯士學家把它解成真三性 那他只是為了分別 大家去好瞭解 但實際上 其實是同樣一個東西 按照佛來講的話 他就是原成實性 他看著俗地也是原成實的 第十個是佛德空有益 空中認為佛以空為德 任何形象都沒有 有中認為 所有的佛都有常而我盡 這你看就是明明涅槃思想的 信中的這個思想 都據說實生實治 實生實治 那底下這邊就寫實生 這個我們不必 我們把它略過去 這不是重點 我們翻過來 第二十二頁 這因為空有兩宗存在這十方面的差異 應該是信中跟空中兩宗存在十方面的差異 輕便和護法戒賢至光才發展成空有兩宗的真正 所以他整個時間也是錯亂的 因為在他講的歷史呢 是講護法跟戒賢至光 那那個時候他是 就是真的是空有兩宗 空中就唯是中跟中觀中的立場的差別 所以他插這句話插進來這段 這個如來上的這個思想 其實是沒有必要 因為這樣子講 反而會覺得會 所以我們去看 現代人寫的這些東西 有的時候 他本身的法衣不清楚的時候 他會混在一起去講 反而會造成你的一個困擾 OK 至光的中觀學傳給獅子光 中印度納蘭陀斯的學生 這個玄奘 你們想講 學障留學印度的時候 先至納蘭陀斯向戒賢學習 等大聲有中的經典 然後後有五天主 十二年後又回到納蘭陀斯 奉戒賢之命講 社大春論 唯士 決則義等大聖有中經典 當時的獅子光 卻講中論百論等大聖空中的經典 博斥玄光 玄莊所講的唯士觀點 那玄莊著了一篇會中論 三千個宋 破獅子光的觀點 調和空有兩宗的矛盾 獅子光自感惭愧 大菩提士請東印度的同學 詹陀羅森 和協助他與玄奘辯論 以寫前詞 那詹陀羅森 詹陀羅森 和來後 漠然不敢言 使玄奘聲望更高 公元八世紀的中葉 輕變系統的大聖空中 經集戶 經這個集戶傳入我國的西藏 集戶就是後期的中關 中關的這個大詞 集戶傳入了西藏 那智光的大聖空中思想 由華延宗 繼承 這是這個就剛剛前面講的歷史 智光 他後來就日照三藏 然後帶到中國來 然後這個法 法杖大師呢 從那邊 這個問他的這個法藝 然後就 所謂新三論宗 是由華延宗的這個祖師 法杖大師繼承 就由此一說了 但是因為他沒有發揚光大 所以在歷史上 沒有真正的新三論宗 那三論宗繼承的是 提婆的空中思想 提婆傳給羅侯羅 所以羅侯羅是三論宗的三祖 我們現在講他的三祖 初祖是龍宿 二祖提婆 三祖羅侯羅 他是家匹羅國人 是提婆的上手弟子 住有中論士 他也住有中論士 你看 他也有解釋中論的 並且由真帝翻成漢文 對 真帝 就是梁的真帝 他翻成漢文 但是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一詩不傳 吉障的中觀論書裡面稱 羅侯羅法師 是龍宿的同時的人 是八部乃座常樂我盡 事得明知 提婆傳稱 提婆為捨生食 告尊者羅侯羅說 佛為度眾生 演唱尿法 立以來是次第為主乃至於我 我若滅後 當附屬於魯 魯 魯以 護持身經保障 定諸眾生 普皆蒙義 羅侯羅言善哉受教 當時由於婆羅門 聰慧其物 造鬼明書 甚為難解 為龍宿提婆羅侯羅三大士讀誦 龍宿一文辨解 病人寄一備誦 提婆 再文方了 你看他這個就比三個層次 這個龍宿 龍宿最聰明 一聽就曉得了 那這個提婆可能還要再問一次才了解 那羅侯羅經提婆為之解釋 乃之其意 比婆羅門一見驚嘆說 此誅沙門一文便能聽懂我書 甚為稀有 又是可知提婆是繼龍宿提婆之後的 又一高僧 他繼承提婆的傳統 迫之外道 迫之外道 擁護大神空中的傳統 所以我們知道羅侯羅為什麼 羅侯羅拔陀羅 他的實意全名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 在整個法脈上面 他是山祖 就是從這地方出來的 大概從這個地方出來的 那在中國的裡面 吉障大師中觀論書也有提到他 那那個梁真帝有作為他的意 但是沒有失傳了 所以他在歷史上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住宿的 但是沒有了 那始祖清墓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羅斯法師翻譯的中論寺 他住的中論寺 現存中論就是龍宿的宋 但是是清墓的長行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書文解釋是清墓寺的 那西藏傳有解釋中論的五位士 我們講說五位士他們說是龍宿菩薩自己寫的 標明是龍宿自住 但是經過佛教學者研究 與清墓是非常接近 有此可見清墓解釋為最接近龍宿的原因 OK 所以其實那個雖然西藏有標號這個龍宿自住的 但是事實上跟清墓很相近 但是有人就是包含 包含後期的這個西藏的學者也認為說 那個那個 無畏 無畏士的這個中論也不是真的 也不是真的龍宿住的 所以這方面 也可能 但是應該 應該可能是在清墓同一時代的 他是最原始的 沒有加什麼樣的唯士思想 或者是後期的這個中關的這個中和派 所以他算是比較接近 他認為是比較接近龍宿的本意 那清墓不僅正確解釋中論 而且對於中關的思想的發展 我國三論中的余教二帝 就是根據七木的解釋而建立的 那所以吉藏他的 從他師父開始 就講余教二帝 就余二帝 教二帝 那就是二帝 他是非禮非盡 他是講是教帝 那余二帝就是講說 對於凡人 對於聖人講 他是有不同的解釋 其實他就是一種方便的說法 就是佛陀施教 他是方便因緣眾生 因緣的眾生的根器去講的 所以那個不是一種究竟的講法 所以但是他發明 就發現了這個 就是在我們三頓中所講的 余二帝 教二帝 從這邊出來 從清墓寺裡面 已經開始解釋裡面而建立的 五祖虛利耶蘇摩 沙車王子 那他是在西域 那也就是現在新疆的西部 被稱為蘇勒國 曾被蘇勒國兼併 沙車王子出家當了和尚 沙車王子兄弟二人 兄名虛利耶伯陀 弟名虛利耶蘇摩 那蘇摩的才績 才績絕倫名望很高 經常以大聖佛教教化師人 那龍術 尤其經於龍術創業的中關學派 其兄有很多學者都拜他為師 那揪摩羅斯 當初開始是在祭兵學的小聖 但是後來來到沙車的時候 就拜這個沙車王子為師 就是他弟弟 那向他學習大聖的教理 就是空中 虛利耶蘇摩 向揪摩羅斯傳授信空法門 在這個地方 法脈就解釋得很清楚 第二十三堂 所以講到這個地方 就大概我們把這個 幾個前期的印度的一些主詩 都解釋完了 然後我們再回頭看 我們再開始講說 中期中關思想的建議 那這個我可能就會用到這本 這個龍術中關 龍術與中後期的中關學 這本書的一些概念 龍術的思想淵源 我們來介紹一篇文章 我們來介紹一篇文章 他這個講的那個中關思想的講錄裡面 其中有一篇 我不知道上次 各位 我在網路上面傳 放的那個裡面 各位有沒有去看他那個全部的 裡面有一篇這個文章 如果沒有的話 我 我這次再回去之後 我再傳上去 OK 因為你要看他全部的 他其中有另外一篇這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寫的也蠻不錯的 龍術不但熟悉 這個我們講說龍術他思想的一個淵源 他主要在這個地方 但是他裡面他提到中後期的一個 一個思想法脈 但是他前面是講的他龍術的思想 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看看他怎麼去談的 龍術思想的淵源 在龍術菩薩傳裡面 我們看到這就是螺絲寫的龍術菩薩傳 我們所看到的 會不會字太小 放大是吧 放大放大 等一下 這樣可以 我這樣我本來要轉 在龍術菩薩傳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幾個構成龍術思想的線索 第一個是他婆羅門的出生 那你看他小時候可以讀世廢圖 就背世廢圖 那很厲害 背世廢圖那個相當多的 那第二個可能是在有部 傳體出家 他應該在說一切有部出家吧 好像應聖法師有這樣考證 第三個是大龍菩薩 帶他入龍宮 閱讀到新的經典 那也許從這幾個線索中 我們可以追索到 追索到龍術思想的可能的淵源 第一個 他熟悉印度非佛教思想的傳統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你看 龍術對於印度傳統的主流思想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主流思想並不是佛教 而是印度教跟一些當時的一些 我們後來稱為他外道的 這一點在他所著作的中論裡面 未必見得到 但是龍術在其他著作 我剛剛講說回正論 大概就是很明顯的 那個正理派 就是那個 就是婆羅門教 印度教的這個 六派哲學的一個正理派 非常重要 就是他後來就是正理 就是正理派所發展出來 就是英明學 其實唯視也用到他這個東西 回正論以廣播論裡面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他對當時非佛教的知識 涉裂得相當的廣泛 而且深入 在這些著作裡面 他對於外道思想的批評 其實是相當鮮活的 往往是在熟知對方的理論架構底下 然後提出思想的破綻 但是這一套東西傳入中國之後 漢地所翻譯的印度經典 主要是佛典 當然我們就是接手佛教 其中對於非佛教的經典 被翻譯的只有兩部 聖宗 十句義 玄庄義 以及經七十論 這個是數論派 六派則是數論派 真定義 所以翻譯的經典很少 而且很少人去看他 漢地講論者 因為不熟知印度的外道思想 所以當然也無法了解到這些 印度傳統主流思想給予佛教的刺激 以及佛教的反應 這種外道與佛教思想之間的互動與發展 乃至相機相當的史實 是往昔漢地的講論者 最缺乏的知識和環節 這個是重點 你看 像西方人研究印度的東西 開始是從外道 是從六派哲學開始去研究的 是從印度教的思想去研究的 然後再走到佛教 所以它是有一個過程的 那我們開始就只有佛教 那我們對他們外道根本完全不了解 漢地的終關論者 往往無法和其他的印度同儕一樣 鮮活的掌握其論敵的思想 因為那些活生生的在印度人的心智 來到中國之後 已然如同木乃伊般的任人擺佈 而無還手的餘地的 這一點從中國對非佛教典籍的翻譯 如此的貧乏多少可以看得出來的 OK 龍術和提佛是否忠實地顯示出 外道思想的原貌呢 他們的批評是否恰淡 對於中國佛教學者而言 都是不得而知的 你看我們對述論 對都不太了解 可能正理這個論 可能會比較了解 因為有英明學的 唯士學英明學的這個關係 對其他的什麼弥漫插拍啊 什麼那個可能都不太清楚 對於中國佛教而言都不得而知 也就是說我們對整個 中觀思想醞釀的舞台 它的背後所形成的環境 無法全盤的掌握 往昔一般漢地學者在理解農術哲學時 有其根本的局限 有就是他們不是站在 印度思想的舞台上 去了解農術思想與著作 漢地的學者缺乏 對於印度思想的通盤性的認識 尤其是對於非佛教思想的深入理解 如果有人認為 世心的維持思想裡面的 視轉變概念是受到 素嫩哲學影響 當時有了 我們若不能掌握其素嫩派的哲學 那根本也無法去理解 這個世心 世轉變的學說 是怎麼樣孕育而成的 那是講日本名字以下的學者 受到十九世紀已降 印度再發現 這是指西方殖民主義的 學術蜂巢的影響 便清楚地見到這個 中國傳統研究上的缺陷 他們的佛學研究便是站在 印度學與佛教的學的主題下 從事的 不是站在只有佛教的裡面 舉凡是印度哲學或印度文學的講明 這種 對此種種都有 助於我們深入理解佛教的思想 而佛教的思想講明 同時有助於我們對於 印度佛教思想文化掌握 這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根本就沒有人 會有人去讀釋廢陀嗎 對不對 沒有嘛 那佛學泛歌可能是非常流行廣泛的 我覺得那個就像史詩一樣 那個其實跟般若金一樣 那應該要去讀它 至少你要了解 印度人思維的方式是怎樣 第二個受到般若金思潮的鼓舞 第一個講外 講那個不是外道 就是講印度本身本體的思想 主流的思想 第二個是受般若金思潮的鼓舞 我們講般若金的結局跟分歧 據西藏方面記載 龍樹般若金的 跟般若金的關係十分密切 般若金是由龍樹從龍宮中帶出來的 般若思想被視為大聖思想的母胎 龍樹對於新思潮有敏銳的洞察力 他受般若金 般若思想的鼓舞 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公元前一世紀左右萌芽的 新佛教思想運動 就是大聖的運動中 波爾金被集結出來 一般而言 波爾金這個名目是相當濃統 波爾金從公元前一世紀左右 開始出現 這類經典一直到公元十世紀左右 還陸續有新的結局出現 所以它不是在一個時間點 結集出來的 今天我們看到的波爾群經 波爾金其實是長達十個世紀 所結集出來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後面 它是有密教的思想 跟前面的比較單純的東西 完全不太一樣 龍樹和哪一部波爾金有相關性呢 這講了一個西方的學者 他把波爾金十個世紀發展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原始波爾金 第二個階段是發展的波爾金 第三個階段是濃縮的波爾金 第四個階段是密教的波爾金 原始的波爾金是最早的形態 一般稱為八千宋的波爾金 這個在西藏也有這個東西 當然在中國也有 在中國就叫做小品波爾金 叫做稻型波爾金 各位你看我們那一再重複 重要的東西我們再重複 那印度人的宋作為 盡量這個書籍的長短單位 從這方面中國人以捲為單位 這樣算不太一樣 一宋是指三十二個英節 所謂八千宋便是三十二個英節的八千倍 所以目前斷杆推斷八千波爾金的出品 為根本波爾金 是波爾金最古老的部分 就是小品波爾金 第二階段就是我們那個 家頭之前翻譯出來的那個 道行 道行波爾 第二階段是發展性的波爾金 此時的波爾金 篇幅開始慢慢的擴大 一如有一萬八千的 兩萬五千的宋 乃至最後到十萬的宋 宣章是從十萬的宋 大品波爾金從這地方來的 那剛剛講八千是小品波爾 這個兩萬五千是中品波爾 就是後來放光波爾 還有抹喝波爾波羅蜜金 也就是螺絲翻譯的 篇幅漸漸浩 而思想也逐步的複雜 因此把握其中的思想不容易 尤其是由是而有 因此有第三階段的結集出現 就是非常的複雜 所以他第三階段怎麼樣 第三階段有 隆縮版的波爾金出現 隆縮版的形式上有兩種 一種是把經文的要義 用詩頌的形式表現出來 與方便詩頌 如獻光莊嚴論 相傳為彌勒所做的 有幾十手詩頌的形式 把二萬五千波爾金 要義表現出來 第二種是散文形式出來的要義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我們大家很熟悉的 心經跟金剛經 所以他是在 他認為是在第三階段出現的 而不是截取第一階段 或第二階段的其中的部分 因為各位去看波爾金 大同小異 你們講的都是同樣的東西 一直在循環 一直在循環 但是他的這個地方 文字已經非常經典 但意思是同樣的 講的同樣的東西 有些學者不同意 將金剛經 視為第三階的波爾金 金剛經是非常獨特的波爾金 在所有的波爾金中 幾乎可以看到空子 但是在金剛經 卻完全看不到一個空子 都不用 這顯示是 當然是有意義的 或許此經是基於 某種特殊的目的 以面對某些特殊社群 聽文者而結集出來的 因此才刻意的使用 不使用空子 而一方面 由於金剛經 在語文上表現出 一種更古老的語文形態 因而日本的一些學者 如中春元 及近古正雄等人 便認為金剛經 應該是初期的波爾金點 以避免他使用空 這個讓許多人看了 不太高興的字眼 他認為這空是 後來發展出來的 正表示了這種新的思想 這種新的思想 初心之際的情況 但今天大部分的學者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學者 著名的學者 他並不同意 就是分四期的學者 他並不同意這種看法 他認為金剛經所表現的思想 是相當元熟的 這和初期波爾金 所要表現的不一致 因為我們 因此我們 此處要把它歸屬 在第三個濃縮期的波爾金來看 這個比較有爭議的 其實第一期第二期 我們大家都滿認可的 那第四期呢 是密教的波爾金 這次很滿明顯的 隨著密教興起 也有新的波爾金 應運而生 始終的里去波爾金便是 他中間 你看他有十六會 中間有個里去波爾 那個中間其中有一會 就是在後面的 所以他前面的五部 是應該是 五會應該是根本的波爾 後面都是後面陸續加出來的 其實隨著新思潮的興起 而有的新的波爾金出現 而在第二期裡面看到 在增廣波爾金 這個講第二期 可以看到唯士學派 還有中官學派的波爾金 在宋本上有的極大的不同 如玄奘所譯的兩萬五千宋的 大禀波爾金 就是他第二會還是第三 第二會吧 大禀波爾金 若對照西藏的波爾金 就可以發現中間缺少了 彌勒所問金 這屬於為士的 恩中彌勒要問的什麼呢 即為士學在此 所以它裡面是融合為士跟中官 它並不只是一個中 波爾金並不只有一個中論的 一個中官的一個思想 即為士學派的三性 我們常說 我們說佛教的思想 除了有聖教做根據 還有有正理 在色大成論裡面 為士的色大成論裡面 無著不斷地敘述阿賴耶 這個新的概念 但是最後 人必須聲明一個阿賴耶的概念 並非他獨創的 而是佛陀在阿含經裡面 就曾經說過 什麼佛愛阿賴耶 什麼什麼愛阿賴耶 這就是所謂的聖教 在三性思想 被為士學派提出是 雖有解生命經等經典的支持 但是他們仍然覺得不夠充分 因此有彌勒所問經出現 因為他是陸陸續續的結局 當為士學派他也不能放棄他的立場 對不對 當然要做解釋 與作為為士學派的三性的意義 然後就是中論與佛爾金的差異 我們講到重點了 有一點我們要注意的是 在中論和佛爾金之間 不論是就是在行文的風格和思維的方式 術語的系統都看不出 兩者之間有直接的關係 就行文的風格來講的話 佛爾金是散文的形式 富於文學性跟宗教性 有大量的善巧的比喻 遲早極為華麗 而中論卻是寄送體的一個論書 而言簡易改 行文的風格截然不同 而且非常的理性 在術語上面的系統上面 佛爾金常用佛爾波羅蜜菩提一類的術語 而中論裡面提到的菩提一詞只有一次 而佛爾波羅蜜一語 從來沒有在中論 在榮述中論裡面看到 因此此外 此外波爾金充滿了比喻的隱喻 比喻隱喻 他並不在講理由的 而中論則是強烈的批判以論理 他沒有這個論理性 沒有把法義論理 波爾金我講 他是一個比較宗教的一種 就像那個婆姊范哥一樣 各位看那個婆姊范哥 就是一個宗教性很充滿的那個宗教性的 宇宙性的這個東西 沒有批判論理的這方面的理論 因此似乎很難與兩者之間找到他們的共通性 那下面講說中論跟阿涵金比較相近 這次跟應順法師的思想就比較相近 以阿涵金的術語展示波爾的思想 然而為何在西藏的傳說中 會認為龍術的思想是直接受到波爾金的鼓舞呢 波爾金與中論中間差別有這麼大的不同 在龍術著中 為什麼看不到所謂大聖的用語 而特別是波爾金那些思想 他講標誌龍術所使用的語彙 基本上是從阿涵金以來就有的 他是講中論 其著之中唯一指名道性引述的經典 就是嘉丹引言經就是排空排有 因此當代學者懷疑龍術是大聖論詩的真實性 那也不認為龍術是大聖論詩 他們認為並沒有充分的理由來證明龍術是一位 受波爾思想鼓舞的論詩 這是講兩派不同的論辩 那這個瓦克爾的駐有印度佛教史 和現任夏威夷大學指揮系主任 兩位在研究南傳巴黎聖典的學者 前者根據中論的行文風格與思維模式 認為傳統的說法不可信授 而後者認為龍術的哲學並非是革命性的 他不過是釋迦教義的偉大注釋者 說他是大聖論詩的理由並不充分 另外像我們的應順法師認為中論是阿涵經的通論 阿涵經通論他主要是發掘阿涵的深意 這三點上面前面兩個其實是屬於南傳佛教的學長 所以他們認為是大聖非佛說 當然就要把斬斷龍術跟波爾的關係 那應順他就認為說這個中論是阿涵經的通論 他解釋阿涵經的 這三點上面三位學者看法有一點相同 那就是龍術與阿涵經的關係 那前面兩個學者都完全撇清龍術思想和波爾經的關係 因為他們對南傳學者而言 他們仍處在大聖非佛說的巨大印象來思索這個問題 那已故的當今已故的當代的中觀學者 叫做Rich Robinson這個人非常有名 他認為我們先要考慮的中論是要講給誰聽的 是要寫給哪些人來看的 龍術的聽者與讀者 並非是那些已經信受大聖教義的教內同道 他認為中論應該是針對那些教內和尚未信受大聖的人撰寫的 因此龍術必須使用彼此都能同意的語法 但是又不能一些宗教的語言 一些詩歌的語言去講這些論理 等於是跟一個外道在論辯 所以或雙方熟悉的術語系統來做寫作 而不能以波爾經持有的術語來和對方進行溝通 所以龍術借著彼此都可以溝通阿涵術語 因為這個東西阿涵經是非常嚴謹的 你看雜安含那種 他就是在那種思想論辨上面的系統 來展示波爾經的大盛思想 但是他表達的還是波爾經的背後的那個爭議 基本上這個Richard Robertson 他的觀點是正確 就是這個作者 這個這個誰啊 萬金川啊 這是作者 就中論本身而言 簡約的寄宋題很難允許作者暢所欲言 你看那五百宋的那個中論 很短嘛 此外對於論者也不會同意使用自家特有的聖教 對論辨雙方必須使用共通的語會 辯論才可以順利進行 波爾經相當富於文學性 我講說他的詩歌性 文學性 宗教性 而對於宗教體驗陳述也有 而且波爾經對宗教體驗陳述也相當豐富 這些都可以作為一種補助性的手段 來讓人了解波爾經所展示的東西 但在中論裡面 文學性的修辭都完全看不到 手法並不多見 而有關宗教體驗和陳述更是絕無僅有 他是非常理性的 不去講那些外道或者一些神的這種東西 更是絕無僅有 他純粹是以理性的觀點來解釋波爾經 所要掌握的 所追求的東西 所以羅伯森的說法呢 古代傳說農術與波爾經 有的並一切關係是正確的 他認為還是跟波爾經有關係 農術那一部分 他等於是他做 經過農術的轉換 我們講說農術他本身 他應該算是革命性的 他並不是 你說他繼承的前代 他大陣不是突然莫名其妙就跑出來 他應該是有所謂的過程 但是你要去跟 尤其當初的友部去論證 跟外道去論證的時候 你一定要訴諸於共同的語言 所以榮術 你看榮術跟提婆都是這種變才型的 所以他一定是用他的 用種新的語言的手法 跟之前完全不一樣 才能夠去跟這些外道 跟這個小聖學者有所辯論 農術和哪一部波爾經有關係呢 根據已研究的小波爾經 八千頌有關 據西藏說法 農術從農工帶出的波爾經 參與了新波爾經的頌出和結集 如果這個說法可信的話 那農術與參與結集的波爾經 極可能是大品波爾經 在中國農術被認為是大制度論的作者 大制度論就解釋大品波爾的兩萬五千頌 也就是農術翻譯的那個三十卷 二十七卷的那個 我和波爾波羅蜜經的註解 農術思想一方面受到波爾經 新思潮的鼓舞一方面 二方面 因他在有不出家的背景 而且對阿比達摩的思想也非常的精熟 從這方面 這從他的著作裡面 對於有不 中藝 你看他那個前面那個 因中有果 因中無果 他就跟有不的那個思想 還有講三四的東西 那都跟有不都有關係 對有不的中藝 的多所敘述 乃至洞察到有不里面的架構上的缺陷 才可以讓我們見到這一點 所以上面我們略講到了 龍術思想可能的淵源 當然也可能有些其他的 當然我們只是模糊的去把它描繪出來 龍術思想大概有 有繼承的這個波爾經 然後阿韓經 還有一些外道的 跟外道跟阿比達摩 佛教內道的一些 這些這些這些 他有這樣這麼多豐富的一些資訊 然後才成 才寫出這部中論的 他們有源自阿韓經的 有原習阿比達摩思想的 也有來自新興大聖經典與非佛教傳統的 這上面已經講到 這些思想都被龍術智慧的火炬 智為一爐 而成就了一套具有 劃時代意義的崭新哲學 好中觀 這個下面就講了中觀學派的發展 所以我們後面講了中 期中觀跟後期中觀 他在這篇文章裡面後面都有介紹到 中觀學的發展從龍術開始 直到西元八世紀 這後期中觀 今年學者將如此長的發展過程 分為初期 中期 晚期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龍術 及他的弟子提婆為思想的中心 那第二階段約在西元五世紀 跟七世紀的中間 這是中觀最多彩多姿的階段 也就是中觀學派思想開始蓬勃發展 我們講說輕便佛護論師的那個時代 其特色表現在中觀的註解上面 然後他註了很多 包含唯士學家也在註中論 然後這個議程者當然也在註中論 但是他們可能吸收了唯士學家 或者英明學的這個概念去解釋中論 第三個階段 則是中觀與余且合理 就是末期的階段 是中觀與余且合流的階段 中論的宋文是形式上的論書 一首詩分為四句 每首八個音節 這是在西藏的這個祭宋都是這樣的 共祭就一個祭 一個祭三十二個音節 傳統的漢義 將這三十二個音節的這個詩記 我們把它改寫之後 訪其原初的四句的形式 因為一個祭有四個句子 變成五言詩的句子 那一首詩有四句 一個一個句子有五個字 所以五詩二詩 那這二十個字 你要表達它都是三十二個的意思 這樣高度濃縮的語言形式 其實已經埋下了日後理解與詮釋上的諸多爭端 那這種高度濃縮的祭宋體 往往是讓人無法畅所語言的 若是缺乏註解時 有時候根本不知所云 所以我們先看宗論為什麼這麼困難 就在這裡 註解真宗論的百家證明 一般而言 這類詩宋體的論書 其註解 有時候由作者本人親自撰寫的 所以他有的是長寒 長寒跟宋自己寫的 那有時候他由他的門下弟子來撰寫 有時候 則由其在傳的弟子或詩俗 就是遵從他為主事的人來著手從事 如世卿的為師二十論 那個二十宋嘛 這個最有名的 為師的護法 有十家的義嘛 他本人親自做了註解 但是到了晚年作品 為師三十宋 沒有我敢講 為師三十宋 最更有名 為師三十宋只寫了 宋文而沒有註解 所以變成他弟子 十個弟子嘛 護法等 有十大論詩嘛 住了這樣旋轉才把它 把它河邊嘛 成為師論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形成的嘛 乃紛紛提出自己的理解 那十家又解釋又都不太一樣 分分提出自己的解釋 而著手著書 因為高度的濃縮語言 無法清楚表達思想 使得註解家 有更多的思維空間 來表達他們對聖文的理解 當然有很多都是妄文生意 也一定的嘛 第二期的中觀學是 中論的註解時代 根據西藏的文獻官士 官士也是第二期的這個論詩 第七第八世界的人 書解般若登論 清辯寫的般若登論 提及了中論的八大註解 今天可以看到的只有五種 第一個是農述的無畏論 這在西藏的 第二個是農述自己寫的無畏論 但是我們後來知道 這個東西應該不是農述寫的 佛護的根本中論註 這個我們在中途也沒看到 也是西藏的 清辯的波爾登論 這個在中國在唐朝就譯出來了 安徽的大聖中觀論事 這在宋朝印出來的 岳稱的中論註 這個在西藏才有的 而且有反文本 這是我們後來講的明句論 其他如德慧也有中論的註解 但以詩意 首先無畏論相傳是農述所註的 農述菩薩傳傳裡面提到 無畏論有十萬宋 我們今天看不到這麼多 無畏論有十萬宋 中論從今出間 所以無畏論的這個 應該是一個集合本 那中論是其中之一 那還有其他 可能是農述的一些其他的著作 無畏論是否為農述所做的 是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中格巴大師就曾經說過 無畏論不是農述寫的 連一個放流的小孩都知道 西藏的傳統學者 並不相信此一著家是農述清傳 更不看重無畏論 因為他的註解形式而言 此書只是把寄宋的形式 加以散文化而已 事實上 但純漢裔的清牧寺也是如此 就跟清牧寺的那個很像 與其他 與其他的注釋比較 無畏論與清牧寺的確是很簡單 比較陽春 九末羅斯在五世紀初到長安的時候 溢出的清牧寺 以古代的傳播速度來看的話 中論的註解從印度傳到中亞 再傳到中國 保守估計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光景 不論此一著作是否是 九末羅斯的時代或印度人 乃至於是中亞時代的人撰寫的 他的內容和無畏論是非常的相近 而且行文風格簡潔 大體上這兩部注釋都屬於古注 也就是在學派尚未分裂之前 這是講中期 在學派尚未分裂之前 或學派意識還沒有強烈發展之前的一個注釋 就是沒有中論學派 還沒有終關學派的這個東西 那個等於最原始的這個注釋 學派意識薄心 或真正可以成為中關學派的 也許應該是從佛護開始 佛護清變開始 我們就講中期的中關學派 由於在梵文跟藏文裡面 並沒有清牧師的對應文獻 這個是只有漢文裡面 梵文跟藏文裡面沒有 因而他卓越的內容或現代的學界 被忽視的相當長一段時間 最近有七牧師的英文譯本 已經開始有人翻譯 外國人已經開始翻譯 1995年出版 問世可算是一個新的開始 今天我們要重新看待七牧師 就如同我們要重新看待五味論一樣 這兩部注釋可能最為接近 龍樹最初原始的意思 因為他們在年代上可以說最接近龍樹的 你看龍樹的年代大家眾說分盈 你說是900年佛滅後900年 有的是有不同的說 有四五種說法 但是後來好像從日本人推出150年 新元150年到250年 是以揪摩羅斯的年代往前面推100多年 是這樣去推的 無畏論與青牧師為何不被重視呢 這與近代中觀學的研究方法 有相當密切的原因 關係 因為他們沒有 在早期的那個龍樹學裡面沒有 沒有方法學 你看到中期開始 因為受了唯視學的 英明的關係的影響 他們就講方法 講那個辯論證的一個方法 包含佛戶 他雖然是隨應破派 但是他也是重新去解釋龍樹 他也是用他的這個辯證法去解釋 所謂閨謬辯證法 就是在這個佛戶跟月稱這邊開始的 他也叫做隨應破派 近代中觀學者研究 從月稱的明據論開始 這是目前唯一保存梵文形式的中論註解書 西方學者研究是從此部開始的 而且初級他們對於中觀學的看法 也完全是以月稱的觀點為標準 在這種情況下輕便幾乎抬不起頭來 因此月稱才把輕便罵了英文不知 所以月稱他所掌握的一個最大的架子 就是他有凡文本 最原始的凡文本 還有農術的記子 在凡文本裡面 其他的輕便已經沒有了 後來學者們研究才慢慢發覺 由凡文本的文獻擴張到藏文的文獻 輕便註解的意義才慢慢被認識到 這時候學者才能發現 完全以月稱的觀點來看農術 是有偏差的 更進一步完全以中期的月稱 輕便觀點來看農術的思想的中論 也可能不周全 所以要回到無畏論跟輕目論 可能要縱觀三個不同的這個時代的註解 但是漢義的註釋書除了輕目釋之外 還有唯士學派的安慧註解中論 宋朝義的 而此義學派的一代大師吳佐也撰寫順 我們剛剛都有提到 以註解中論 這本著作不僅引起農術後記者的強烈關注 同時也引起唯士學派的極大興趣 因為他是唯士的祖師寫的 漢帝及宋代翻譯的安慧的註解書 然其翻譯的品質拙劣 無法與唐義相比 今天要讀安慧的註解 特別是要想要探究唯士學派 如何看待中觀的思想 經常會被那些難解深思的一文所困 廢書而探 這是若無其他的補助工具 自然難以奏功 在這種情況下 往往是要透過 對比其他的縱論的註解書來理解 這又必須掌握在 掌握了經典語文後面 才能夠著手這個工作 而在自己工作有頭緒之後 方可能有理解此類深色難種的一文 安慧註解 註解了許多唯士學派的論點 如中邊分別論與唯士三十論等等 但這些都有不少學者研究了 但是他的中任註解到今天為止 人生一片空白 其中因為他中間的文字非常的牽涉 有點難度 OK 今天我們上課到這裡 我們下課再繼續下去 大家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進度 上報是從恩 下記山土苦 若有見聞者 稀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其樂國 請請留下 請我們下巡視 快點 還是在地上 下頸目 請留下 他們 關於